第1941集 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 加拉瓦公爵缓缓点了下头 松开了抓着尼扬胳膊的手 干得不错 关键时候还是你靠得住 只可惜身份低了一些 否则他倒想过重用一下这个脑子灵光的家伙 比如给他某个有实权的差事什么的 尼扬腼腆地笑了笑 一副讨好的样子说 都是公爵大人教育的好 加拉瓦缓缓点头 接着看向了那片洁白的天花板 沉默了两久 半晌后缓缓开口 这里是 尼扬盲说 蜀光城第一医院 这是附近最好的医院 见尼扬停住了话头 站在一旁的巴布鲁终于等到了插嘴的机会 嗡声嗡气地补充 这儿的医生说您的心脏出了问题 想要根治的话 建议您更换仿生学心脏 为此他们提供了两套治疗方案 一套是巨师军工 一套是理想城 其实还有第三套 植入生物学一体 不过那方案过于前卫 好像只有404号避难所居民 或者变种年军感染者能够接种 因此医生只是提了一嘴 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 便被医生训斥打断了 住口 等圆了眼睛盯着这个家伙 尼扬多多逼人地说 你想让联盟的人给公爵大人开堂破肚 你是何举心 巴布鲁张大了嘴 懵逼地看着尼扬 他哪里有什么居心呢 不过是尽了一介仆人的本分 老老实实地把医生的原话转述了一遍 然而奈何嘴笨 他一着急更是慌了神 支支呜了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 头上都冒了汗 反倒显得可疑了 卧床的加拉瓦公爵 不自觉地抽出了一下嘴角 听说能治好心脏的老毛病 他本是有些心动的 反正也不差那点钱 可他一听要开肠破肚 顿时又怕了 那可是在身上动刀 不是开玩笑的 鬼知道联盟的医生 会不会趁机对他做些什么呢 万一那楚光一个眼神暗示 这的医生心领神会地 给他大动脉上戳了一刀 到时候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看懂了加拉瓦公爵脸上的顾虑 尼扬贴心地凑近到他的身旁 在他耳边低声说 大人 我担心联盟会趁机在您的心脏上 动些手脚 您的病只需要注意调理和暗示服药 并无大碍 但若是让联盟的人掌握了您的心脏 他什么时候不听使唤 可就不好说了 我早就料到了 这帮遗险狡诈的家伙 我怎么可能会中这别角的伎俩 心中暗道一声好险啊 加拉瓦公爵狠狠瞪了站在边上的巴布鲁一眼 接着看向尼扬沉住气继续说 我不在的这几天有发生什么事吗 暂时还没有 大人 城外长倒是来看望过您一次 不过您当时没醒 他待了一会儿就走了 说到这的时候 迷洋忽然想起了什么 对了 您吩咐我去买的报纸 我给您买完了 说完 他抓起床头柜上那份叠得整整齐齐的地精观察报 殷勤地递到了加拉瓦公爵的面前 这正是几天前的那一版 原本加拉瓦公爵的气色已经恢复了些许 然而刚一和那浮夸的标题对上演 蜡黄的脸色瞬间涨得通红 标题是 西兰帝国龟狼军千夫长敌让 冒号 哭了 我他妈就摸了你们一下 你们追了我两千公里 而正文里的内容有这么一句 燃烧兵团在金嘉伦港登陆 仅一上午时间 城防军被打得爆头鼠窜 港区与总督府双双沦陷 这帮混账东西 简直欺人太甚 加拉瓦只觉眼睛一黑 天旋地转 肩膀脱力地向后倒去 刚离开枕头不久的后脑勺 又陷进了枕头里 巴布鲁等一众狼族人侍卫瞧见 慌忙上前 把那张报纸从他紧拽着的手中 抢了出来 大人 大人 快 快 人工呼吸 你是猪吗 我们在医院 快去叫医生 霓阳一把推开了凑上去 要做人工呼吸的巴布鲁 朝着他大声吼着 后者慌慌张张地跑出了门外 也顾不上去想 到底是谁把公爵大人气晕过去的 朝着走廊上大声喊道 医生 医生 就在医生朝着病房匆匆赶来的同一时间 远在婆罗行省西海岸天都的皇宫 威俄的大殿内同样荡开了一声怒吼 将手中的电报狠狠摔在了宫殿的台阶上 乌托的脸上燃烧着杀人的怒火 两撇胡子在鼻息下一抖一抖 那无边的天威压在群臣的肩膀上 众人匍匐着瑟瑟发抖 不敢发出半点声响 电报中的内容正是地经观察报的原件 上面详细记载了几天前发生在金家伦港的事情 然而令乌托愤怒的是 联盟的部队几天前就登陆了金家伦港 而他这个皇帝竟然现在才知道 若不是他的使团正在曙光城 夹急送来了这份报纸 只怕到现在他这个皇帝都还被蒙在鼓里 乌托的金钟如同刀角 牙根几乎咬出血来 尼哈克总督是他的心腹 每年为他赚取的外汇足有上亿地纳尔 现在却沦为了联盟的阶下囚 不止如此 他存在金家伦港银行中的数亿地纳尔 如今也都落入了那群强盗的手中 很好 乌托将牙齿咬得搁之作响 他本来只打算给那些人一点教训 却没想到 这帮家伙如此胆大妄为 竟敢把主意打到他的兜里 握紧了颤抖的拳头 乌托对着匍匐在台阶下的群臣 发出了一声怒不可遏的咆哮 传我令下去 极客齐 灰狼军全军 开赴金家伦港 告诉阿赖阳将军 我不管他用什么办法 不管付出多少代价 我要让那双刀旗 重新插上总督府的屋顶 第1942集 金家伦港北部 一片荒芜的红土地上 一支规模庞大的部队正斜着滚滚的尘土 浩浩荡荡地朝着金家伦港的方向开赴 他们之中有卡车 有摩托 还有三蹦子 全都是青一色的沙漠涂装 簇拥在一列列士兵的中央 除此之外 还有几辆废土风拉满的敞篷越野车 以及拖在卡车后面的牵引式火炮 客观来讲 他们无论是火力还是机动性 都比只有几门一百毫米炮的城防军要强得多 士兵也看起来更加训练有素 但和曾经被联盟胖揍了一顿的 脚骨部落牙士族相比 大概也就不分伯仲的水准 甚至还比后者少了些坦克 不过 这其实也用不上坦克 普罗新省虽然平原居多 但没什么像样的公路 尤其金家伦港附近 更是洪水频发的冲击平原 光是这些轻型载具 就已经行进得相当吃力了 趁把坦克开到这里 恐怕开不了多远就得抛锚 周围背着背搂 胳膊上挽着土筐子的幸存者们 见状纷纷避让 向那飘荡的双刀旗与灰狼旗 投去敬畏的目光 是灰狼爵 陛下终于出手了 不知道他们和铁人哪个厉害 一些狼族人平民 匍匐在地上祈祷 仰视着那些族中的骄傲 用雄魂沙哑的嗓音念叨 也有人眼中冒着贪婪的绿光 只要打仗就会死人 到时候趁乱扒两条裤子回去 就能多几个人出门拾荒了 或者去总督大人的种植园 撇干着也好啊 此时此刻 用兵如神的阿赖阳将军 正坐在一辆敞篷越野车上 双眼微眯 眯望着金嘉伦岗的方向 早在阿比南将军兵败之初 他便注意到了金嘉伦岗的状况 只是碍于没有陛下的命令 不敢轻举妄动 万一将联盟放到岸上 是陛下的指示呢 或者万一陛下打算通过其他的途径 解决问题呢 这些都是说不好的 更是猜不得的 阿赖阳没去过联盟 但他好歹在婆罗新省这片土地上 生活了三十多年 很清楚乌托大人的秉性 那位大人最忌讳的 不是属下把事情搞砸了 或者不够聪明 而是不该长脑子的人长了脑子 不该长眼睛的人长了眼睛 也正是因此 他选择了等待 按兵不动的同时 派出几名赤后 伪装成平民进城 一边搜集关于那些铁人的情报 一边打听尼哈克总督的下落 同时等待来自天都的命令 现在来自天都的电报终于送到 阿赖阳二话不说立刻下令 吩咐早已完成行军准备的灰狼军 朝着前线的方向挺进 虽然他和他的麾下距离金家伦港 还有将近七八十公里 但那儿的情况 他基本已经了如指掌 坐在他的旁边 蔡默戈帕尔在膝盖上摊开了地图 指着画出的两条标线 语气轻松地说道 目前联盟在金家伦港的防线 以总督府和罗维尔营地为支点 只要想办法拔掉其中一个 情况都会对我们有利的多 顿了顿他食指点在了地图上 我个人认为罗维尔营地是个不错的突破口 驻扎在那儿的只是一群刚刚摸到枪的暴民 最多还有几十个联盟的教官 只要拿下了这里 我们就能反过来动员那些被联盟策犯的奴隶 为我们所用 坐在副驾驶卫的副官回过头问 他们为什么会有我们所用 我倒觉得他们不添乱已经够不错了 戈帕尔淡淡笑了笑 轻描淡写地说道 很简单 我们给他们联盟给不了的东西 除了恢复他们自由民的身份 我们还可以允许他们在特定的城区 烧杀抢掠 作为对他们的奖赏 除了被骑士一路圈起的 欲惊相接 那的大人物他们确实碰不得 但其他被联盟控制过的城区或者街道 总能挑出几个有点油水的 就算榨不出油水也没关系 人本身也可以作为一种战利品 等战争结束 随便一顶帽子扣上去 将那些帮助过联盟的幸存者打成罪名 然后交给那群野狗们处理就行了 他们不用为此花一分钱 甚至还可以从那些合法抢来的战利品中抽一笔 阿赖阳微微眯了一下眼睛 思索片刻之后 指出了计划中存在的问题 可他们大多是越族人 其他族裔恐怕还不到三成 对越族人的种族隔离是陛下的决策 他们无玄擅作主张 恢复那些人的自由民身份 这是原则问题 似乎猜到了将军会这么问 哥帕尔淡淡笑了笑说 只是用这种说法稳住他们 我又没说我们一定要兑现 或者我们可以向陛下申请特别赦免他们 把他们重新登替成蜀族人或者蛇族人什么的 甚至给他们重新赐一个新的姓氏和新的信仰 这也不是什么难事 若是陛下不同意也无妨 把那些用完的家伙处理掉就行了 一车人正谈笑风声间 大部队已经开复到了金家伦港的北郊 各战斗编队迅速移动到了 事先决定好的战斗位置上驻扎 足足五支万人队 在不到二十公里宽的战线上展开 将这座聚居地围了个水泄不通 大有一副黑云压城城玉催的架势 五支万人队确实不是个小数目了 拉到东部诸省去 甚至能算一座规模不小的聚居地 不过阿赖阳依旧很谨慎 即便情报中显示敌军不满千人 而且刚被城防军消耗了一波 但他依旧没有让手下的士兵冒进 而是吩咐副官带人去附近 抓了一些苦力过来 在城区郊外挖起了防炮洞 战壕和散冰坑 与此同时 金家伦港的郊区 一座三层楼民房的屋顶 四名穿着外骨骼的玩家 正举着望远镜 眺望着一公里外的阵地 可以啊 这些人还挺懂 看着那挖得有模有样的防炮洞 阴差阳错的脸上不禁浮起了一抹惊讶 不只是防御攻势 他们甚至还弄了一些遮挡无人机视野的伪装网 看那样子像是从军团进口的 半岁蹉跎神色略微凝重 而站在旁边的没有家人 则是一脸跃跃欲试的表情 嘴里兴奋地念叨着 总算能有场硬仗了 第1943集 之前总督府的那帮司兵太不紧打了 看着人母狗样的一群家伙 却连他外骨骼胸甲上的漆都没刮掉一片 据当地人说 这支灰狼军乃是帝国陆军精锐 而且是直属于西兰帝国皇帝的陆战王牌 对他这种乐子人而言 自然是敌人越强越兴奋了 毕竟碰上那种一触即溃的菜鸡 就算赢了也没啥成就感 跑去论坛上装逼都没人捧场 就目前来看 这支部队的表现还算重规重矩 无论是展开的速度 还是稳扎稳打的架势 都很难挑出明显的破绽 那些被抓去阵地上的幸存者们 面朝黄土背朝天挥着铁锹 从上午一直刨坑刨到了天黑 似乎是嫌这帮没吃饱饭的家伙挖得太慢 阵地上很快出现了几十个拎着鞭子的监工 几条鞭子抽下去 那些幸存者们干活的速度果然快多了 有几个骨瘦如柴的小伙子 甚至脱力地泪倒在地上 领着监工的那名军官 对眼前的状况很是满意 这些幸存者的体力就像牙膏一样 只要用力挤一挤的话 还是能炸出些东西的 藏在远处的玩家们啃着背包里的干粮 看着那群幸存者们干活 一直在楼顶上待到了天黑 眼看着太阳下山了 那群士兵也没有留那些幸存者们吃饭 收回了发给他们的工具 便将他们赶出了阵地外面 一群衣衫褛褛的幸存者们 一瘸一拐地朝着聚聚地的方向走来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憋着一股子气 却又敢怒不敢言 瞧见其中一伙幸存者 正好走向自己附近的这片城区 四个玩家一番琢磨 立刻扔下了一张百元钞票 撤出了民宅 找了个机会堵住了其中一拨人 嘿 前面的老乡别走 我们有点事找你们 阴差阳错解开了头盔的目镜 一脸笑意地挥手上前 看到这四个穿着外骨骼的铁人 那十来个衣衫褛里的幸存者们 脸上明显浮起惊恐的表情 他们刚挨了帝国的鞭子 可不想再挨这群铁人的鞭子了 不过没有人逃跑 看着那挂在胸前的步枪 他们的腿就像灌了签一样 即便那把枪既没有打开保险 也没有上膛 就在众人惶恐不安的时候 一名穿着外骨骼的男人 走到了他们的面前 却是忽然摸出了一支烟盒 来根烟冷静一下 不用我教你们抽吧 用不标准的人脸语说着 没有家人 嬉皮笑脸的跟每个人 都发了一支烟 香烟这玩意儿在废土上 也算是硬通货了 仅次于子弹和酒精 地位甚至比面包还高那么一点 最关键的是便于携带 虽然他自己不怎么抽 但是每次出任务都会带上几包 用来消除当地人的戒心 比钱还好时 这些当地人虽然穷得 隔三差五就得吃土 但烟叶和胡椒在这儿 却不算稀骇 一些人自己也会弄一些烟叶 捣碎了来抽 或者拿去卖 赚钱补贴家用 几人将烟卷夹在鼻子下面 吸了一口 立刻明白了这玩意儿是什么 接着脸上纷纷露出惊诧的表情 他们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金贵的卷烟 以至于拿在手上舍不得抽 没有家人很贴心地掏出打火机 给他们都点上了 这样他们就不用犹豫 到底抽不抽了 带着十几个人走进小巷中 吞云吐雾了一阵 没有家人笑着问道 瞧你们干得那么卖力 那些狼面们给你们多少钱啊 听到这句话 十来个幸存者都是一脸的晦气 其中一人性子比较直 直接骂了起来 钱 那帮泪色鬼才不给钱 很快又是几人附和 就是 别说给钱了 他们不抢我们东西就不错了 妈的 把我捡土的筐子都拿走了 说话的时候 好几个人的眼睛都一直盯着眼前 那个铁人手中的打火机 眼中满是羡慕和眼馋 没有家人做出诧异的表情 不给钱 那你们还帮他们挖 那性子直的男人愤怨地说 何止是不给钱 我们还得自己带干粮 没有家人继续拱火 你们不去不就行了吗 众人闻言纷纷摇头 不行的 他们把那片红土地给占住了 我们不去就没土吃 他们不够人 会来这附近抓 我们都住在这儿 到时候还得去 等他们上门 会发生什么 就不好说了 我那三个女儿都成年了 这帮该死的玩意儿 希望他们埋在红土里 几名幸存者 七嘴八舌地抱怨起来 越说越气 没有家人听见了 却是眼睛一转 忽然笑嘻地说道 这样吧 他们不给你们钱 我给你们 小巷子里的众人都是一愣 不解地看着他 你给我们 没错 没有家人点了点头 笑着说 不过你们得记着 我们是加了钱的 你们得干得再卖力些 明天开始 你们给我狠狠地挖 他们要你们挖一米五的坑 你们就挖两米 他们让你们挖两米的坑 你们就挖两米五 多送他们五十厘米 几个幸存者都愣住了 那个直肠子的家伙 狐疑地看了眼前的铁人两眼 不信地问 你真给我们钱 没有家人笑着说 那必须给啊 我们不但给 而且日节 一人 我们给二十西兰币 二十西兰币 众人文言纷纷瞪大了眼睛 这种好事 他们本能是不信的 不过叼在嘴上的烟头 却让他们下意识地信了半分 也许这帮铁人 真就是不差钱呢 一名蜀族人小伙子 咽了口唾沫 是 都有份吗 没有家人笑着说 那必须的 我们一视同仁 接着又有人问 我们多带几个家人可以吗 没有家人爽快地说 没问题 我们按人头算钱 小孩就算了 十二岁以下 我们不统计 明天天一亮 我们就在这数人头 只要按我们说的办了 都能领钱 眼珠子一转 他又在后面补了一句 你们可以帮我拉人头 每多拉一个人过来 我额外给你们补五块 不过这事儿可得保密了啊 别被外面那些人知道 否则别说钱没了 你们搞不好命都得丢了 众人文言脸上纷纷露出惊喜的表情 竟然没有一个人 因为他的最后一句话害怕 没有家人和他们在地图上 约好了分钱的时间和地点 接着便将这些人打发走了 第一千九百四十四集 一日 天还蒙蒙亮着 一千多号人便聚集在了 金家伦港的北郊 朝着灰狼郡的阵地上走来 瞧见那黑压压的人影 前线站岗的士兵们吓了一跳 以为是联盟的人打过来了 直到他们都走近了才发现 是一群聚集地的居民们 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那士兵喊了一嗓子 几名打头的幸存者 理直气壮地回喊了一嗓子 我们是来干活的 你们长官喊我们来的 他让我们明天接着来 说我们赶不来 就去聚集地里捉我们 快让我们干活 听着那此起彼伏的嚷嚷 几个执勤的士兵都愣住了 一脸懵逼地看着这群家伙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连忙派出一个人回去请示上级 此刻 他们的上级正在昨天 刚挖好的防炮洞里打着呼噜 被叫醒的时候一脸懵逼 手忙脚乱地戴上了 挂在床头的帽子 丁蒙打过来了 没有 看着迅速穿上军靴的长官 那士兵语速飞快地说 阵地上来了一群金家伦港的居民 他们说是您让他们来的 要他们来 来这儿挖土方 正穿鞋的长官猛了两秒 顿住了系鞋带的手 点了点头 有这事啊 咋了 那士兵也愣了一下 一时间也不知道该咋办了 那 铲子铁锹发给他们 告诉他们往哪儿挖 怎么挖 还用老子教你吗 他买买买的 这点事也大惊小怪 联盟打过来了再喊我 那长官 骂骂咧咧地扔掉了 刚捅进脚的鞋子 将帽子扔在了床头 翻身又躺了回去 昨晚他三点多才睡 正困在头上 这点致骂小事就喊他起来 简直是不懂事 挨了劈头盖脸的一顿骂 那士兵也是一脸的委屈啊 却见长官已经打起了呼噜 只能小跑着 去找管前线阵地后勤的 把挖土方的工具 给这些幸存者们发了下去 领了工具的幸存者们 立刻到了阵地上 晖汗如雨地干了起来 那卖力的模样 简直和昨天判若两人 等到日上三干 拎着鞭子的监工走到了阵地上 才惊讶地发现 手中的鞭子竟然用不上了 怪事儿 这帮牲口啥时候这么勤快了 几名监工凑到了一起 好奇地瞧着那帮把头埋在战壕里 晖汗如雨的家伙 其中一人忍不住心中的好奇 还走上去问了一声 真稀奇了 你们今儿咋这么勤快啊 埋头干活的幸存者头也不抬 背着那拎着鞭子的监工喊道 爷 偷懒要吃鞭子 到头来还得干 是啊爷 我们怕疼 快点把活干了 等仗打完了就不用吃苦了 这些话是带他们赚钱的人教他们的 他们当然不敢抬头 尤其不敢看那监工的脸 怕一看就露馅了 那监工点点头 也不怀疑他们说的 却还是忍不住冷冷地讥讽了一句 你们早有这觉悟 平日里也勤快点 怎么也不至于穷冲 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模样 不说像他一样去当兵 就是做个小买卖或者学门手艺 怎么也不至于活得还不如个牲口 被拴在这挖土 说到底还是太懒了 那监工俯视了他们一会儿 见用不着上鞭子 他们也一样干得卖力 也就懒得动鞭子了 转头去了伪装往下乘凉 另一边 完成作战部署的埃赖阳 正在阵地上视察 他先是视察了重中之重的 炮兵阵地和高炮阵地 以及各处机枪火力点 接着又转到前线边上望了一眼 紧接着 他惊讶地发现 之前那些磨羊工的那帮苦力们 一个二个竟干得热火朝天 就好像地下埋着金矿一样 这真是稀奇了 这帮懒鬼什么时候这么轻快了 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 阿赖阳看向一旁的副官 你们给他们发了多少钱 副官一脸得意地说道 报告长官 没花钱 没花钱 阿赖阳一脸哑然地看着他 怀疑自己听错了 那副官却是黑黑一笑 炫耀式地说 我听下面的人说了 当地的居民们都在盼望着我们尽早获胜 让他们的生活尽快恢复正常 因此他们一大清早就拖家带口地过来帮忙了 说到这儿 他又顿了顿 继续说 说到底 还是陛下民心所向 将军威名远扬 天时地利人和 都在我们这边 这场仗 想输都难 虽然心中狐疑 但阿赖阳倒也不好反驳他的前半句话 只是点了点头 便放下了这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他不需要那帮苦力把战壕挖得有多标准 只要他们能给他的士兵提供一条抗线的掩体就足够了 真正的战场在城里 这些战壕和攻势 也就投送兵力和向前输送弹药的时候需要用一用 还是给当地居民一点好处 一会活干完了 一人发一块面包 算是耽误他们其他工作的补偿 他说的面包 当然不是指他早上吃的那种又软又白 抹着黄油和果酱的那种 而是指掺杂了大量敷皮 甚至食子和木屑的黑面包 这种面包是帝国大多数底层市民 以及中下层农夫的主食 几枚西兰臂就能撑上半斤的那种 具体多少钱取决于面包的橙色 这种面包没有经过发酵 啃起来比饼干还硬 甚至能当成武器揍人 一般是将它掰碎了 丢进水里泡开了喝 不过再怎么 这也比吃土和吃那些会胀器的豆子要好得多呀 副官恭敬地点头 阿赖阳点了点头 接着又问 拉结石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 不但是觉醒者 而且枪法了得 尤其擅长伪装和情报搜集 早在大军开赴之前 他便将其和另外两名赤后 一起派去了金家伦港 搜集联盟在当地活动的情报 距离上次联络也有两天时间了 在制定下一步作战计划之前 他需要最新的情报 副官列威迟疑 摇了摇头 暂时还没有新的情报送来 最近联盟的兵力调度 肯定变化不小 我估计拉结石军事 应该是将等稳定下来之后再汇报 阿赖阳微微皱眉 看来我们得再给他一点时间 他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但现在下论断似乎太早 没敢去太靠近前线的地方 阿赖阳可以肯定 躲在聚居地里的联盟士兵 一定也在盯着这片阵地 于是只是隔着远远看了一眼 便退到了掩体和遮挡物的后面 太阳渐渐落到了山下 负责前线阵地施工的军官 走到了阵地上瞧了一眼 满意地点了点头 便钻回了防炮洞中 这深度妥妥地够了 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 他们最多三天就能完成 金家伦岗外围阵地的修筑 那群联盟的士兵 怕是做梦都想不到 他们的施工速度会如此迅速 同一时间 金家伦岗聚居地的边缘 一群热得汗流加倍的幸存者们 正在一脸忐忑地在巷子前排着队 这条街是他们自己家 而且街区的几个入口都有人盯梢 不用担心有外人看见 然而毕竟是从那些铁人们手上领钱 大多数人都有些担心 既害怕铁人们反悔 又害怕领了钱被帝国的士兵发现 不过当一张崭新的面额20的钞票 塞到手上时 几乎所有忐忑的表情 都化作了殷勤的笑脸 谢谢老爷 一鸣腰上系着一件床单的男人 双手合十称谢 那感动的表情简直恨不得当场跪下了 负责发钱的一步登天 心中乐得不行 但还是摆出文明人的姿态 批评了一句说 别叫老爷 我可受不起 我们出钱 你们出力 这叫交易 懂吗 不是我们赏你们的 那人明显没懂 点头哈腰地笑着说 好嘞 爷 靠 帮老子白说了 赶紧走 一步登天懒得废话了 挥了挥手将人赶走了 小巷子的不远处 两名穿着外骨骼的玩家凑在一起 瞧着那帮排队领钱的家伙 山河入梦忍不住感慨着说 你们也太他妈狗了吧 今天他接到任务 从玉金相接的银行 运送几项西兰币的钞票 到前线的队友那 起初他还好奇 这么多钱干什么用啊 直到瞧见了眼前这一幕 看着大受震撼的友军 阴差阳错 黑黑笑着说 我们队里那家伙确实是个人才 脑子比我灵狂 应该换他来当队长的 山河入梦一脸羡慕地看着他 那是真的羡慕了 别的小队都是人才济济 反观他们队 四个人俩出声 躲个雨都能躲出毛病来 这队伍带的他是真的心累 话说你们这两天 看出什么线索来没 那帮家伙到底是什么打算 山河入梦随口问了一句 阴差阳错笑着说道 不知道 不过看他们的架势 应该是打算稳扎稳打地向前推进 你们罗维尔营地那边可得小心了 山河入梦惊讶地看了一眼 你觉得他们会把罗维尔营地作为主要进攻方向 阴差阳错试着分析 嗯 八成是 但也说不好 我只是感觉罗维尔营地的战略意义 比总督府稍微大那么一点 而且总督府的位置地势 相对北部城区较高 他们想啃下来 得花不少力气 而且想守住不容易 但如果拿下罗维尔营地 则可以逼迫我们退回玉金相接 让我们的战线回到第二阶段攻势刚开始的状态 一旦联盟的战线收缩到港口附近 就无法收买当地的幸存者和奴隶充当临时兵员 但相反 夺回总督府 对他们来说 除了提前将巷战的战场 从平民窟放到港口附近的玉金相接之外 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补给县 还有可能遭到联盟或者联盟训练的当地人民兵切断 山河入梦琢磨了一下 觉得也有道理 就在这时 一名赤着上身的当地人走了过来 看着阴差阳错说 大人 外面有人找您 是个蜀族人小伙 他说他叫阿兴 是您的仆人 山河入梦听见 惊讶地看了阴差阳错一眼 仆人 嗨 没那么回事 是个误会 阴差阳错呵呵一笑 用普通话说着 接着看向那个NPC 用人脸语继续说道 让他进来 那赤着上身的当地人点了点头 好的 他们毕竟在干见不得光的事情 任何陌生的面孔出现在这儿都会引起他们的警觉 但如果是这几位铁人的仆人 那就是没关系了 那是自己人 在两名当地人的陪同下 那个叫阿兴的孩子被带到了这里 他的神色有些慌张 手插在兜里 衣服沾着泥水 脸和胳膊上分别印着一道擦伤和瘀痕 像是不久之前留下的 看见熟悉的面孔 他脸上的惊慌顿时烟消云散 立刻惊喜地三病两步走上前来 阴差 阴差阳错惊讶地看了他一眼 呦 阿兴 你这是怎么了 一点小伤 不用在意 咽了口唾沫 阿兴紧张地继续说 我带你去见一个 不 三个人 估摸这小子是想找自己帮忙吓唬人 阴差阳错看了一眼不早的天色 又看向了这小伙子 笑着说 等一会儿吧 等把这边的事处理完 我们就回总督府了 到时候 我们和你一起回去 哪个不开眼的找你麻烦 我们上去问候一下 不是的 您不会来 阿兴深吸了一口气 冷静下来说道 没有人找我麻烦 我不会为这点小事麻烦您的 我只是想 送给您一个礼物 不等这位铁人开口询问 他便语速飞快地继续说 他们是阿赖阳将军的人 漆黑的破屋里 四周的墙壁上爬着湿气和霉斑 似乎连空气都被污染 昏暗的烛火只照亮了一小部分的地面 大部分的空间都被黑暗填满 这段环境简直就像是老鼠洞 那股腐烂发霉的气息钻入了鼻尖 被麻绳捆在椅子上的拉结石 缓缓睁开了双眼 昏迷前的记忆如潮水一般涌入了脑海 他猛地下意识地一阵挣扎 然而除了惹起一阵吱压的声响之外 没有半点作用 他抬起头 眯了眯眼睛 透过昏暗的光线 勉强看清楚了站在他面前的那个小伙子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那个找到他 说是要带他去见这条街上老大的那个小子 现在看来 自己大概是被卖了 他现在只希望 另外两名队友能机灵一点 把总督府附近居民被收买的情报从这里带出去 你把我卖了多少钱 阿欣平静地说 礼物是不要钱的 看来联盟给了你不少好处 看着那个淡定的小伙 拉结石冷笑了一声 看了一眼四周 这是哪儿 你们处理尸体的地方吗 阿欣面无表情地说 我家 拉结石表情微微一致 他的第一反应是 这鬼地方能住人 不过很快 他被眯起了眼睛 盯着这家伙说 你是帝国的子民 阿欣平静地说 没错 而且是你们最瞧不起的老鼠 没有人瞧不起你们 是你们自己瞧不起自己 难道不是吗 拉结石轻轻喘息 看了一眼捆住自己胳膊的绳子 又看向这个年轻的小伙 慢条丝里地说 看看你都做了什么 当勇敢的狼族人 在为帝国的利益而战的时候 一只小老鼠 却在背后捅他的刀子 没有人会喜欢一群偷奸耍花的老鼠 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叫老鼠 而是因为他们无耻 卑鄙 下流 因为他们眼中只有利益 他们可以把自己的女儿和妻子 送去当妓女 他们心里 没有装着哪怕一丁点的大意 换作是你 你会喜欢这样的人吗 他以为这小伙子脸上 会出现羞愧难当的表情 或者至少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羞愧 然而听完他的话之后 阿新却只是冷冷一笑 甚至模仿他的语气 慢条丝里地说 你想说的就这些吗 他听过更难听的羞辱 这种拐弯抹角的咒骂 连脑痒痒都算不上 你现在回头还不晚 你的聪明 应该用在正途上 陛下会赦免你的一时糊涂 你也不想被这罪孽和耻辱 去轮回路上吧 拉结石的眼中 仍旧怀着一丝气派 希望这小伙子能迷途知返 只可惜 他终究还是期待错了东西 第1946集 晚了 我已经想好下辈子当什么畜生了 声音中带着一丝讥讽 阿新冷冷地扔下了这句话 随后看向身后那位穿着外骨骼的铁人 恭敬地说 大人 就是他 在我们拆除拼命窟的时候 他带着两个人探头探脑地钻了进来 还妄讨打听关于您的事情 他们以为自己藏得很小些 但吃肉的人和嚼土的老鼠 连呼出的空气都不一样 哪怕他们往脸上抹再多的灰和泥巴 我们也一眼就认出了他们 阴差阳错满意地点了点头 嗯 不错 终于看清楚了那身外骨骼 拉结石的脸上顿时失去了血色 颤抖的嘴唇微微发白 到底是个有骨气的人 他硬起了脖子 冷声说 我什么也不会说的 然而那铁人听见 却只是无所谓地耸了耸肩 无所谓 我们也没指望能从你这儿问出什么 你又不是制定作战计划的军官 充其量只是个斥后 不过能把你抓到倒是个意外之喜 我们原本的预期 仅仅是当地人不碍事就好了 甚至已经假设过 会打一场情报单向透明的劣势巷战 却没想到他们这么热情 说着 阴差阳错看向阿新 笑着拍了拍这个小伙子的肩膀 看得不错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我很满意这个礼物 接下来 能麻烦你让他消失吗 这三活着 对你来说 也不太好吧 刚才那番话 已经可以断定没有抓错人 他之所以来看一眼 仅仅只是预防这家伙 为了讨好自己 去抓些平民 当士兵杀了凑数 阿新兴领神会 恭敬地点头 交给我好了 阴差阳错满意地点了点头 起身离开了屋子 他开始有点喜欢这个小弟了 破旧的门板关上 看着那漏过门缝的一缕月光消失 拉结石的脸上 渐渐写上了一丝绝望 他看向了站在门口的阿新 侯杰动了动 出于求生的本能 最终还是忍不住求饶 别杀我 能利我一条命吗 似乎觉得光这么说力度不够 他咽了口唾沫接着说 我还有五个孩子要养 家庭和你差不多大 塔伦才七岁 还有艾米 请赶在他们的份上饶我一命吗 我不会把你的事情告诉阿赖羊将军丹 就当我们没见过 其实 他倒不是怕死 只是如果一定要死 他更希望死在战场上 而不是在这种臭水沟里 被一只恶心的老鼠咬断喉咙 阿新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忽然抬头 看向了那仿佛 随时都可能掉下来的天花板 他们也和我的兄弟姐妹们一样 住在这鬼地方吗 拉结石愣住了 等到回过神来 那小伙子已经转身离开了屋外 摇摇欲坠的破屋门口 站着黑压压的一群人 将铺满碎砖头的小路 堵得水泄不通 以狗族人库纳尔为首 这群穷苦人们站成了一排 恭敬地看着紧随那位铁人的脚步 走出屋外的阿新 就想再看一位君王 站在门前的阿新驻足了片刻 先是望了一眼周围光秃秃的废墟 又回头望了一眼身后 那栋挂着红布的破屋 他几天前就不住这了 在灰狼君来之前 他就已经把家人搬去了 锦邻港口的玉金香街上 有个做买卖赔了血本的威兰特人 脱手了那的房产 那是一栋三层楼的精装洋房 占地面积得有两三百个平方 而报价却只要五十只双头牛 或者等值的西兰币 他是唯一出价的人 总共花了不到两百万 而仅仅就在一个多星期前 一个蜀族人小伙 想用西兰币买下那的房子 简直是天方夜谭 靠近总督府的那一片房子 已经拆得七七八八 连扎土都用推车运走 只剩下他这一栋 还孤零零地留着 他本来是打算 等其他房子拆完了之后 再拆了这儿 但此刻 忽然怎么看都觉得 这破屋碍眼 太丑了 连一只掉进下水道的死狗都说 这是处理尸体的地方 把他拆了 听到那冷漠的声音 库纳尔恭敬汗首 遵命 自从灰狼军全军开赴金家伦岗 已经过去了足足三天的时间 而在这三天的时间里 灰狼军的重将士们 也算是体会到了 什么叫众望所归 民心所向 喜迎王师的金家伦岗成交居民 只用了三天时间 便帮这些高贵的狼族战士们 挖好了全部攻势 并且没有收一分钱 一条条深不可塞的壕沟 将这座港口围得水泄不通 就像一条条巨马 将整座巨居地缠绕 不过 那些收了钱的幸存者们 拿在手中的钱 其实并不带踏实 生怕这些帝国士兵打赢了 若是这帮大头兵们 在联盟手上吃了点亏 回过神来战壕的事 怕是还得清算他们 而且 最近也不知怎么回事 豆子的价格涨得厉害 原本五六枚西兰币就能买一斤 现在却涨到了七八美 再这么涨下去 买豆子还不如买黑面包划算了 而那些更穷的人 就只能多吃两顿土了 令人窒息的气息 压在每一个人的头顶 除了巨居地里的乐子人们 和巨居地外面的士兵 形势一片大好 然而坐镇前线指挥的阿赖阳将军 心中却是不禁浮起了一抹隐忧 他的得力部下拉结石 已经失踪整整五天了 现在城内的信息 对他来说是一片灰雾 虽然他的部下 有抓些郊区的幸存者询问 但那些人大多一辈子都没去过港口 有些也不知去没去过 就满口胡州 在不了解对手的情况下 贸然出击是大忌 他至少需要搞清楚 罗威尔营地的兵力部署 和火力配置 才能决定下一场战斗中 投入多少兵力 以及多少装备 即便灰狼军是帝国的王牌 他们的后勤也不是无限的 不管他们再怎么藐视对手 真打起来 还是得小心谨慎才行 而除了情报的缺失之外 更让他头疼的 还是那位尊敬的陛下 开始等不及了 就在第三天的中午 一辆沙漠色涂装的越野车 开到了阵地的后方 一名穿着军服的男人 推开了车门 静止走进了挂着伪装网的指挥所 看着正在开会的阿赖阳将军便怒斥 阿赖阳将军 你和你的麾下到底在磨蹭什么 帐内议事的众人纷纷停止了交谈 阿赖阳错愕地看向门口 正想发怒 却认出那张脸是狄立普亲王 连忙遏制住了刚刚燃起的怒火 在西兰帝国 亲王的爵位只受于流淌着皇室血脉的王族 地位远远不是他一个狼族人将军能比 毫无疑问 陛下怕他来这儿只有一种可能 这家伙是带着都战官的身份来的 第1947集 忍着冲上天灵盖的脾气 阿赖阳深吸了一口气说 什么 磨蹭什么 三天时间 你的部队三天前就到了这儿 却没放过一枪 你是打算住在这儿了吗 狄立普亲王死死地盯着他 咄咄逼人地说道 阿赖阳头疼地解释着 我们需要充足的情报 才能制定作战计划 罗威尔营地有着坚固的混凝土攻势 后方还有着联盟的火炮侧影 贸然把士兵派上去 除了图天伤亡 没有任何意义 狄立普亲王文言却是破口大骂 情报 金家伦港是帝国的领土 你是不认识路 还是不认识那的人 抓个人过来问问不就清楚了 阿赖阳头疼地看着这位亲王先生 如果真有这么简单就好了 就住在郊外的那些幸存者 有的说联盟有长着三头六臂的怪物 有人说他们能呼唤海兽 你觉得这种情报有任何参考价值吗 狄立普亲王怒道 那就派一队侦察兵进去看看 这种事情还需要我教你怎么做吗 那等于让他们进去送死 联盟的人就在聚居地的边上盯着 而且我怀疑他们收满了整座聚居地的警卫和部分居民 我之前派进去的赤后 到现在都没有消息 顿了顿 阿赖阳认真地盯着他 继续说道 听着 我们的敌人不是蠢货 我们只有经过周密的计划一次出击 才有将他们击溃的可能 对了 军团的人呢 听说有个威兰特人军官到了天都 而且是曾在落下行上与联盟交过手的军官 如果能把那些人找来 他也能对联盟的实力有个更准确的了解 然而遗憾的是 站在这里的却只有他最不想见到的家伙 狄利普亲王目不转睛地盯着他 陛下希望你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这个问题 这点小事 没必要麻烦我们的盟友 阿赖阳的嘴角抽动了一下 不等他开口 狄利普亲王却是眯起了眼睛 像一只老鹰打量着猎物一样审视着他 阿赖阳将军 你是不是怕了 怕了 阿赖阳愣了一下 失笑地看着他 你在开玩笑吗 我有什么好怕的 那你为何到现在还没有向联盟发动进攻 狄利普亲王微微抬起了下巴 我明说好了 陛下派你来这儿是想看你黏死那具 黏在我们鞋底的臭虫 然而连续三天送到天都的消息都是 阿赖阳将军正在率领他的灰狼们挖战壕 你是打算在这儿挖出一条运河吗 阿赖阳深吸了一口气 我会尽快策划对罗维尔营地的进攻 再给我一天时间 狄利普亲王闻言喝了一声 罗维尔营地 陛下让你将旗帜插在总督府的楼底 看来你是真的没有好好读过陛下的电报 阿赖阳将军愣愣地看着他 好半天才从嘴里挤出来一句话 你看过地图吗 狄利普亲王自信满满地说 我当然看过 那儿是联盟在金家伦港的防御支点 如果打掉了那里 你的麾下就能向港区挺进 一路长驱直入 直到把他们送进海里 阿赖阳忍不住说 别太理想话了 就算我们站下了那儿 除了过早的和他们在港区附近 展开巷战之外 没有任何意义 不如先拿下罗维尔营地 一步一步逼迫他们收缩防线 我看你就是怕了 狄利普亲王眯起眼睛盯着他 挤着蚂蚱就让你畏缩成这样 既然你不敢去打那个总督府 干脆把指挥权交给我 我替你去好了 阿赖阳忍着胸中的怒意 做了个深呼吸说 我可以给你一支万人队 用不了那么多 五千人就够了 转身走到了帐门口 狄利普亲王停住脚步 侧过脸轻描淡写地 扔下了一句话 天黑之前 我希望你把人点齐了 否则我只能合理地怀疑 你是否还能担此重任 他可不傻 若是给他一支万人队 他队接的就是万夫长 能通过万夫长把命令往一层一层下达 而这帮滑头有一万种办法敷衍他 但若是五支直属千人队就不同了 他自己就是万夫长 怎么打他说了算 用不着和任何人商量 看着那高深莫测的侧脸 阿赖扬即便心中一万个不情愿 也只能硬着头皮 点了下脑袋 是 一日 帝国的阵地上总算有了新的动静 一大批军队携着滚滚的尘埃 越过了刚挖好不久的战壕 朝着金家伦港的城区挺进 蹲在城区附近的阴差一行人 老早就看见了那伙人 立刻通过电台将情况报告给了后方 部署在金家伦港港口的 十二门一百五十五毫米火炮 立刻完成了射击珠原的调整 一根根粗长的炮管指向了天空 一名穿着外骨骼的战士走到了阵地前 打开头盔的扬声器大声吼道 兄弟们 躲在巨区地外的野狗 终于发出了他们的狗洞 给我狠狠地揍他压的 让他们知道忍了不该忍的家伙 是什么下场 开炮 随着一声令下 火绳齐齐拉动 一道道橙黄色的夜光 在滚滚尘埃中扑向了天空 那震撼人心的一幕 看待了港口上无数的水手和刑伤们 不等那看热闹的人们回过神来 一台台穿着外骨骼的人形装填机 已经在那还未散去的尘埃中 完成了第二发炮弹的装填 又是一轮骑射 怒吼的炮管如同吹奏的风笛 朝着数十公里外的敌方阵地 降下了死亡之雨 可以想象 远处的阵地上是怎样的一番风景 港口上的众人终于回过了神来 纷纷向那持续开火的炮兵阵地 投去了敬畏的眼神 那就是传说中的155 上海之灵在上 我感觉到大帝在颤抖 西兰帝国的皇帝一定是疯了 他们招着这帮温神干什么 要我说 他们还是赶紧赔点前任错吧 这么打下去 怕是十只灰狼军都不够送的 站在甲板上的水手们议论纷纷 一些心思灵活的刑伤们 则是已经开始琢磨着去曙光城下单了 看着联盟的炮兵在那耀武扬威 几个威兰特人脸上露出晦气的表情 骂骂咧咧地说 他妈的 我们又不是只有一百毫米 东过派那帮丢人现眼的玩意 也敢代表我们了 一帮没见过世面的家伙 然而不管他们怎么狡辩 洛霞行省诸国的边界 纹丝不动也是事实 甚至于还让人在猎鹰王国的边上 打出了个叫比斯特镇的奇葩玩意 一大帮青壮年 宁可留在那采缝纫机也不肯回家 闹得整个猎鹰王国阴盛阳衰 满大街都是一双啊 根本看不见几个年轻的小伙 靠着东方军团的援助才吊着一口气 勉强维持住了皇室的权威 那一仗打得猎鹰王国 怕是好些年都喘不过气来 也不知道西兰帝国 为什么要上杆子 跑去凯旋城献殷勤 猎鹰王国人口加起来 还没金家伦港多 靠着东方军团的援助 还能过得不错 以婆罗形成的体量 威兰特人疯了才会捞他们 或许皇帝陛下真的很喜欢那些大鼻子们吧 就在港口的水手们吃着瓜看热闹的时候 远在金家伦港郊区的灰狼军先遣部队 却是身在一片水深火热之中 后方的炮兵阵地发动了一轮反制炮击 然而奈何没有火力指引 第一枚叫正射击就偏到了不知哪里去 一通胡乱开火也不知道打没打中 反倒是引来了联盟的炮火反击 六门一百毫米榴弹炮 当场被炸成了一堆破铜烂铁 炮手也死伤大半 防炮洞里哀嚎生一片 挨了一顿狂轰烂炸的迪利普亲王并没有退缩 反而被那怒吼的炮火激起了胸中的血性 看着远处飘起的滚滚黑烟 和缩在战壕里不敢上前的士兵 他不再寄希望于反制炮火 握着对讲机声嘶力竭地吼着 给我压上去 你们留在那给联盟当靶子打吗 进了城到处都是掩体 给我向前推进 那沙哑的嗓子甚至吼破了音 看得出来他真的很卖力在指挥 不过到底还是没能盖过联盟的炮声 蹲在战壕里的先夫长没有理会他 闭着眼睛数着落在周围的炮声 直当自己被那炮弹给炸聋了 就算是投猪都知道 这时候出去也是挨炸的份 等炮轰完了再继续往前走不香吗 要不他们为啥要挖着战壕啊 不过话说回来 这帮狗日的工兵把坑挖得够深呢 他就想探头往外看看 怕都是够呛 所幸迪利普亲王也就是在后面叫一叫 并不敢冲到前线 把士兵们从战壕里揪出来 炮击结束之后 一群人在哨声的指引下 稀稀拉拉地离开战壕 朝着城区的方向继续推进 在这期间 联盟的炮弹时段时序地飞来 时不时有来不及躲进掩体的士兵挨着 不过这些人到底是训练有素的精锐 几乎炮声一响就扑倒在地上 对于迪利普亲王而言 这一点伤亡倒也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 而此刻 站在更远处乔治的阿赖扬将军 瞧见这一幕 心中却是在滴血啊 拨给迪利普亲王的 虽不是灰狼军中的精锐 但也是他手下的兵 更何况还是他的同胞 这个草包 握紧拳头的他 骂骂咧咧了一声 将望远镜狠狠地放下 而同一时间 正蹲在金家伦港城区外围的四个玩家 看着那不断轰鸣的炮火 却是大呼过瘾 打得漂亮 咱炮兵兄弟 打得越来越准了 看着兴奋挥拳的阴差 家人黑黑笑着说 话说你们发现没 咱送他们的那几条棺材坑 还是有点用的 比起那些不幸被炸死的家伙 他更关注的是那些活下来的 那些跳进战壕里的士兵 连头都露不出来 爬出来的时候 还得先把枪扔上去 然后再用力往墙上踩 一群人冒着轰鸣的炮火 一波接着一波 狼狈不堪地朝着城区挺进 一次不敢走太多人 但也不敢来得太少 他们很清楚 远程火力看着下人 但真炸死的不多 只要不是站得太密集 暴城团往前推进是行得通的 可如果往城区里填的人少了 以联盟在上一场战斗中 展现出的单兵作战能力 那简直和送人头没什么两样 在丢下了上百具尸体之后 五支千人队陆陆续续推进到了聚居地内 借着狭窄的街道和街道两侧的房屋 作为掩护向前推进 完成一轮火力投送的炮兵停止了开火 开始为下一轮支援做准备 迪利普亲王见到联盟的炮火停止 麾下也势如破竹地 推进到了金家伦港外围的城区 顿时按捺不住躁动的心情 将电话扔给了背着电台的通讯兵 他看着一旁拎着步枪的轻卫队队长 兴奋地喊着 快 我们也跟上去 那轻卫队队长稍有些迟疑 却也不敢忤逆这位大人 只能硬着头皮带人上去开路 与此同时 正在城中的四个玩家 正举着望远镜吃着瓜 好奇地瞅着那些进城的帝国士兵去哪 前几天 大佬们在官网上分析了一大堆 似乎是笃定了 阿赖阳将军一定会将 罗威尔营地作为主要的进攻方向 而且一个二个说得头头是道 结果他们站在这看了大半天 也没见着那些人 往罗威尔营地的方向走 反而越走越远了 好像是往总督府的方向 家人老兄回过头看向阴差 嬉皮笑脸地说 队长 你这预测失败了呀 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阴差仍然不死心地盯着看了半天 直到那伙人彻底消失在视野中 他才放下了手中的望远镜 瞪圆了眼睛 我去 疯了吗他们 家人黑黑笑着说 好家伙 老子这个拆枪办主任 看来要立功了 一亿的预算只花了九千万 一把钞票撒下去 把总督府附近的房子 拆了个金光 将近六百米的真空带 无掩体 而且满地都是挖不动的烂砖头 一挺机枪 就能给他们架得死死的 没有装甲和火炮 真就是拿头来打 半岁蹉跎拿着后脑勺 死活想不明白 妈的不科学啊 放着罗威尔营地 这么重要的战略目标不打 直接去打靠在港口城区附近的总督府 这他们到底屠啥呢 将近五支千人队 这他们已经不能算是阳宫了吧 一步登天也是懵逼地点了一下脑袋 家一 家人催促说 别同家一了 赶紧跟过去吧 总督府那边算是他们的阵地 倒不是担心那的友军出事 主要是怕去晚了 连口汤都没得喝了 半岁蹉跎看向阴差 指了指脚下 这儿呢 阴差琢磨了一会儿 点开VM屏幕将这的情况报了上去 接着看向三名队友 交给沙碧老兄他们来盯吧 对了 摄像头给他们留着 无人机也留一架 与此同时 远在金嘉伦港港口区的方长和老白 也接到了来自前线的关于灰狼军动向的消息 看着一脸无语的方长 老白笑着调侃了一句 看来这次我们的对手 没有按套路出牌 方长做了个无奈的表情 我其实很讨厌和这种对手交手 你永远无法用正常人的逻辑 来分析他们下一步会干什么 就好比到现在他都没想明白 到底是谁给的这帮家伙 不寻而战的勇气 自作聪明地以为 把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结果挨了一顿揍又输不起 决定先桌子堵把大的 当然了 这也郑重了他的下怀 如果西兰帝国的皇帝 通过外交途径 正式向联盟承认错误 以管理者的性格 八成会准许一个 以赔偿和道歉为前提的和解协议的 而那样的话 燃烧兵团也只能点到为止 草草结束这次自卫反击 带着赔款回薯条岗 毕竟之前 管理者发来的电报中已经提到 要求他们 误主动将军事冲突升级 但现在嘛 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既然对方主动将事态升级 他们也不必再留守 如果那位皇帝认为 燃烧兵团最猛的火力 只有几门88毫米迫击炮 那可就大错特错了 十二门155毫米火炮已经部署在港口 除此之外 还有六台身高足足4米的巨型螃蟹 也一并沿着码头登陆了金家伦港 六只粗壮的部族承载着厚重的弧形钢铁外壳 两只熬钱的上方 分别悬挂着两挺20毫米机炮 粗长的弹链沿着万劫 灌入厚重甲铁两翼的转盘式弹药架 而驾驶舱则位于甲铁的正中央 站在港口上的他们 就如同一只只张牙舞爪的怪兽一样 漆黑色的金属外壳 在阳光下散发着圣人的寒光 这款全新的武器 代号名为帝王蟹 全称为DWX-1帝王蟹水陆两栖全地形步兵装甲 无论是从形态还是机械结构来看 这玩意儿都和前段时间 列装薯条岗海底施工队的 蟹式工程装甲是一个母子刻出来的 而事实也确实如此 这款名为帝王蟹的步兵装甲 就是以蟹式工程装甲为原型设计的军用款 驾驶员需要从螃蟹的屁股进入 以骑摩托的姿势驾驶 可在摇杆控制与神经连接操纵之间自由切换 这款装备的战场定位是为复杂地形 水下作战以及抢滩登陆战环境 而设计的通用装备 同时承担有在无道路情况下 执行武装运输任务的职能 原本焊在螃蟹钳子上的 是两把带榴弹发射器的爆弹枪 考虑到金家轮港没有需要爆弹枪对付的目标 才换成了20毫米机炮 和谢氏工程装甲一样 这玩意儿暂时无法量产 必须通过404号避难所B7层的加工中心 完成核动力部件 以及传动结构和框架等等部件 再送去黎明城工业区进行二次加工 也正是因此 这玩意儿的成本价 甚至超过了自带补贴的霞光动力装甲 达到了200万银币 如果不是抢银行捞了一笔 如果不是为日后与火炬的战争做准备 他们还真舍不得花钱买这玩意儿 看着已经整装待发的六台帝王蟹装甲 方长的嘴角不禁翘起了一丝不怀好意的笑容 既然他们不想和我们谈判 那就帮我们测一下心装背后了 卡皮尔是一名狼族人 他记得是从济世起 他的双亲便反复向他诉说着狼神的教诲 告诉他狼群是如何团结 如何凶狠勇敢 如何不知疲倦 又如何的战无不胜 曾有一段时间 奔跑在荒原上的狼群 是婆罗行省幸存者们面临的主要威胁 最终是幸存者们赢了 但他们赢得并不轻松 为了纪念这位可敬的对手 也为了继承他们的勇武 他们在牵住之城 为他们的神灵种下了一枚图腾 希望能以此继承他的恩惠和祝福 从那一刻起 狼神便拥有了他的第一批子民 而受到狼神祝福的人们 不但是天生的战士 更是帝国的骄傲 他们生来就是为了战斗杀戮和掠夺 为此 卡皮尔无时无刻不以狼族人的身份为荣 并无时无刻不为成为一名帝国军人而努力着 功夫不负有心人 他凭借着充足的营养和从小的耳濡目染 从数以万计的报名参军的同龄人中脱颖而出 先是被选拔进入新兵营受训 接着又因为新兵营中出色的表现 被分配到了直属于陛下的灰狼军 并作为储备军官培养 不是所有狼族人都有机会加入灰狼军 更不是所有狼族人都能成为这只王牌之师中的军官 他是父母的骁傲 更是族人的骄傲 而赐予他这一荣耀的人 正是伟大的乌陀西兰 那个至高无上的帝皇 他发誓要将荣耀带给陛下 以答谢那皇恩的浩荡 并立下更多的军功 乃至成为那万人之上的将军 如今他终于等到了这个机会 用他那恶狼一般的战斗意志向陛下献上忠诚 然而此刻那映入他眼帘的颈下 却令他的眼中印上了绝望 被炮弹阵笼的耳朵渐渐退去了盲衣 取而代之的是长官声嘶力竭的咆哮 纷乱的脚步 以及如潮水一般的喊杀声和惨叫 眼前的情况不止出乎了他的意料 更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地图上那片拥挤狭窄的贫民窟 就如同消失了似的 那些土房子和窝棚被拆得一干二净 只剩下了一地的残砖碎瓦 他不知道那些铁人们用了什么魔法 只知道他们只用了短短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就移走了本属于这的上千栋楼房 从最近的掩体到那座屹立在高地上的总督府 足有近六百米的空地 这片空地犹如一片不可逾越的天欠 满地除了碎砖头和建筑垃圾 什么也没有 而想要从两侧绕开这道天欠 要么得面对来自罗威尔营地方向的夹击 要么就只能从更远一点的海岸线游过去 那比冲过这六百米的距离更不切实际 而且他们已经站在了这里 除了前进别无选择 催促战斗的呼喊声再次响起 抱着步枪的士兵们 一次又一次地朝着那座 遥不可及的总督府发起了突击 接着又毫无悬念地 如被黏倒的麦子一般 成片成片地往下倒 那一道道船舍的弹雨就像电锯滚动的锯条 看着那血肉横飞的战场 皮卡尔感觉心脏几乎要从嗓子眼跳出来 他是头一回感觉到生命是如此的渺小 更是头一回从身旁战友们的脸上 看见了未曾见过的恐惧 这根本就不是战斗 这简直就是在送死 转眼间 一支百人队已经被打光了 趴在烂砖头地上的友军们 被架在总督府楼顶的机枪压得动弹不得 要么痛苦地哀嚎着 要么艰难地向前蠕动着 周围根本没有可以掩护他们继续推进的掩体 只有满地友军的尸体 第1950集 城区内的步枪朝着总督府的方向射击 然而 对那准备已久的火力点根本起不到半点压制的作用 联盟的士兵在机枪上焊了钢铁做的炮盾 更不要说他们身上穿着的那套厚重的护甲 眼看着前一支百人队几乎被打光 长官将目光投向了身后的他们 接着大声吼道 快给我冲上去 看着那座不可逾越的阵地和被揍得满地乱爬的友军 卡皮尔眼中闪烁着恐惧的光芒 然而进攻的命令已经下达 他若是胆敢有片刻迟疑 等待他的都将是比死亡更悲惨的下场 这到底是他自己选的道路 卡皮尔摇紧了牙 努力克服着胸中的恐惧 从那紧咬着的牙缝中挤出了一声怒吼 为了帝国 在那稀稀拉拉地响应着的吼声中 他放空了大脑 不顾一切地嚎叫着冲出了掩体 带着跟在他身后的十名战友们 善儿 终于鼓起勇气的他才刚刚踏出第一步 便被那落在身旁不远处的迫击炮弹轰飞了出去 像一张破抹布一样躺在了地上 在他身后的队友们也是一样 二十余年的汗水与骄傲 全都化作一滩浓稠的血 潦草地涂抹在了一地的碎砖上 卡皮尔和他的部下 并不是头一个在这场战役中 为帝国挥洒热血的狼族人 也很明显不是最后一个 新一轮的炮击轰在了总督府前方六百米的贫民窟里 将那些蹲在土房子附近开火 以及刚刚越过掩体准备发起 新一轮突击的灰狼军战士们 一并吞没了进去 那还有百来都没来得及拆除的房子 不过住在那里的居民们 都已经拿着拆迁款撤走 剩下的都是扛着枪的家伙 联盟可以放开手脚 无所顾忌地开火 同一时间 部署在总督府楼顶和院墙的机枪火力顶 开始宣泄出凶猛的火力 那子弹就像打不完一样 枪声突突突地响个不停 狼族人的骄傲成片倒下 转眼间又是一支百人队 被暗死在了那铺满碎砖和血浆的战场 一道道船射的夜光犹如瓢泊落下的暴雨 在这里 士兵的生命几乎可以用秒来计数 那个曾向铁人们发过誓的蜀族人小伙 确实兑现了他的诺言 让帝国士兵们 趴在烂砖头上打仗 此刻负责攻打总督府的第一千人队 便遭遇了被打靶的窘境 他们已经丢下了五百多具尸体 却除了消耗了些联盟的弹药之外 没有取得任何战果 盖死 我记得这是一座贫命库啊 眺望着持续开火的机枪 躲在一座土房子后面的千夫长 骂骂咧咧地说 他的额头上缠着一圈纱布 扣着一只刚捡来的钢盔 先前一枚弹片刮伤了他的额头 差点将他直接送走 原计划 他们只需要冲过一条街就够了 最多只用付出两三百的伤亡 就能和联盟的士兵 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 然而现在 一条不过几步宽的街道 却被拉长成了 足足六百米的死亡之路 他们不但没有装甲单位的掩护 甚至连攻坚必不可少的炮火 都寥寥无几 反而被联盟的火炮和机枪 打得晕头转向 我们已经伤亡过半 这样打下去和送死没有区别 我们需要炮击掩护 重复一遍 我们需要支援 找来了背着电台的通讯兵 前夫长抓起对讲机 再一次吼道 十几分钟前 他就在呼叫炮击了 迪利普亲王亲口向他承诺 后方的炮击正在准备中 很快就能落到敌人的阵地上 并催促他尽快发起进攻 然而眼看着他的灰下都快打完了 那炮弹还是迟迟没有落下 他此刻的心情就像是被狗毙了一样 沙沙的电流音响了一会儿 紧接着带着一丝尴尬的声音 从听筒内传来 听着那顺着电话线传来的废话 那前夫长着感觉一阵头皮发麻 却偏偏说不得这家伙 他咽了口唾沫 声音颤抖地提醒 大 大人 您 您的直属炮队呢 联盟的火力太猛了 而且打得又准 开不了几炮 怕是又得缩回洞里 确实很难支援到他们 实在不行 让卡车牵着火炮突击到城区 直接驾到前线 朝着总督府的方向放平了直射 也比在这干着急要好 他正打算这么提议 电台的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却传来一声含含糊糊的回答 先前反制联盟火炮的时候 出了点状况 暂时联系不上他们 只能让阿赖阳的蠢货想办法了 听见了这句话 前夫长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 搞半天他们还蹲战壕里的时候 阿赖阳将军分给的这六门炮 就被对面给扬了 在没有前线侦察兵 帮忙矫正火力的情况下 反制敌方火炮 这家伙一定是疯了 就算他猜到了联盟的炮兵阵地在那儿 这头猪知道自己的炮弹 他们落哪儿了吗 迪利普大人 再这样下去 我们就是再多人也不够 前夫长咬着牙说 请允许我们先撤下来 不准撤退 他的话音还未落下 通讯频道那头的家伙 却像被踩了尾巴的老鼠一样跳了起来 尖声吼叫 你们是帝国的军人 现在正是你们为陛下尽忠的时候 难道你们的誓言都是擦屁股的纸吗 是不过是六百米而已 给我出车去 天黑之前 我要看到双刀鸡 飘在总督府的楼顶 听到那不切实际的命令 前夫长再也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 朝着对讲机大声吼道 迪利普大人 这里不是您家的后院 是前线 是前线 联盟的机关枪是架在我们脸上 别说六百米 九十六十米我们一样推不过去 要不您亲自来前线看一眼 看看这到底是否什么鬼呀 我再说一次不准折断 迪利普亲王在通讯频道中 歇斯迪里的吼着 他死活不信 就这点距离能拦住一支千人队 只是六百米而已 哪怕一米躺一个人 他们也能冲四百多个人上去 只要把联盟的机枪火力点打下来 他手上剩下四支千人队 瞬间就能如海啸一般 将总督府中的守军充溃 不等那千副长狡辩 他继续怒吼着 而且你们是住吗 谁让你们往联盟的枪眼上撞了 你们就不会稍稍动动脑子 从小巷里穿插过去 这儿哪还有一栋房子 联盟早就给这儿拆干净了 我说了多少次了 这儿一栋房子都没了 他们甚至把大部分的建筑残骸都搬走了 千副长怒吼着 再也顾不上什么身份尊卑了 士气已经低迷到了极点 怕在掩体后面的士兵们 甚至连探出脑袋和联盟对射的勇气都失去了 这种情况下 再使唤他们上去送死 恐怕在他的麾下死光之前 他这个千副长得先被那些滑边的士兵给养了 我这电话的迪利普亲王瞪圆了眼睛 既无法相信电话那头冒犯的语气 也无法相信他听到的消息 他不是笼子 虽然没有到前线看过 但从交战刚开始他便听到前线传来的汇报 说是联盟疏散了总督府附近的居民 并拆毁了他们的房子 然而在他最初的设想中 就算那片城区已经没有完整的房子剩下 也一定会遗落下大量的建筑残骸和高低起伏的土坡 他们虽然比不上战壕 但掩护步兵推进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应该是这样的 第1951集 迪利普亲王的声音颤抖着 拿捏的腔调中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丝手足无措的慌乱 那千夫长怒不可遏地吼着 有什么不可能 拿炮轰 拿炸药炸 拿锤子鞘 甚至用绳子拉倒房梁 你帮穷鬼住着什么破烂房子 你心里没数吗 当他们的狗窝和总督府一样 是拿混泥土浇出来的 放置他们不管 他们自己都会垮呀 这帮蛆虫 狡猾的老鼠 他们竟敢 竟敢站在联盟的那边 我要宰了他们 迪利普亲王的嘴里发出了一声痛苦的呻吟 就算这是他头一回从沙盘走到真正的战场 他也清楚 失败的情绪是会如同瘟疫一般在士兵之间传染的 虽然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下一步的对策 但他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犹豫下去了 必须在前线崩溃之前做点什么 一旦防线崩溃 后果不堪设想 听到那服软的语气 那千夫长总算松了口气 一颗悬在嗓子眼的心也总算是放了下来 虽然这家伙的命令含糊不清 甚至一句话能改两次口 但他大概能明白他的意思 只要能撤下去休整就好说 心中为顶上去的友军默默祈祷 他挂断电话 一把推开了背着电台的通讯兵 朝着前线阵地上吼道 坚持住 友军很快就会来接替我 没说完的后半句话凝固在了喉咙里 当那千夫长将目光投向阵地侧翼的一刹那 他整张脸上都溢满了惊恐 只见一只四五米高的巨型螃蟹 正挪动着充满金属质感的机械腿 绕过一排坍塌的废墟杀到了他们的侧翼 那是什么玩意儿 千夫长的脸上写着茫然 只见两根粗长的枪管或者说炮管 从那对坚实有力的敖族上方向前伸出 遥遥对准了他前方不远 那群匍匐在破烂房子和窝棚后面动弹不得的狼族人战士们 由于眼前的一幕过于震撼 以至于紧紧跟随在那巨型螃蟹身侧的外杠二无人机 地狱犬无人车 以及数十名外骨骼武装到牙齿的士兵们 都显得可以忽略不计了 不等他做出反应 那两根炮管便喷出粗长的火蛇 朝着他的麾下倾泻出凶狠的火力 连惨叫的声音都来不及发出 数十名躲藏在掩体背后的士兵 顷刻间便与他们身前的掩体 一并被碾成了碎片和肉泥 但可持续不断地从机下中抛落 叮叮光光地落在地上 一同陨落的 还有那一片片支离破碎的躯体 茫然的表情化作了惊恐 不只是在前线指挥的千夫长 还有那各个蹲在掩体后面开火的士兵 他们从来没和这么凶残的家伙交过火 开膛者步枪射出的子弹 对他就像挠痒痒一样 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而在那持续输出的炮管面前 他们的掩体却像纸壶的一样脆弱 扛着铁拳火箭筒的士兵 被船射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 要么就是被呼啸飞过头顶的无人机识别 并射爆了脑袋 联盟投入战场的 远远不只是一台帝王线 虽然绝大多数人的注意力 都被那醒目的大家伙给夺走 六台帝王线水陆两栖全地形步兵装甲 分别掩护着六组机械化步兵 沿着六个不同的方向发动了进攻 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 迪利普亲王麾下的第一千人队 侧翼的防线便如雪崩一般 被撕开了一道大大的窝口 再也遏制不住心中的恐惧 蹲在掩体后面的士兵们 不顾上级的呼喝威胁 纷纷丢下武器调转方向逃跑 那狼狈的样子 就像一只只慌不择路的老鼠 怪物 魔鬼 联盟召唤了魔鬼 被击溃的不只是他们脚下的防线 还有他们内心最深处的那道防线 那不知从何而来的自信与傲慢 此刻的他们只恨狼神少给他们装了两条腿 不能更快一点从这个鬼地方逃走 绝望与恐惧的气氛 随着落荒而逃的溃兵们 撞上了抬头挺胸奔赴前线的第二千人队 所有人都无法相信眼前看到的画面 直到那一只只凶残的帝王蟹 追着他们友军的屁股 杀到了他们的面前 就在西兰帝国的王牌被揍得爆头鼠窜的时候 领着第三百人队袭击阵地侧翼的道具代师却发现 他手下的六组机械化小队居然从侧翼穿插部队 变成了前线部队 被他们咬到侧翼的帝国军队 甚至连像样的抵抗都没做出来 扔下武器掉头就跑 以至于本打算偷屁股围剑了这支千人队的他们偷了个寂寞 反倒是和赶来增援的另一支千人队撞了个满怀 这些捕上来的狼族人士兵也都是狠人 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拿头去撞钢板 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与联盟的玩家在小巷子中展开了交火 起初道具带师是打算让各小队撤回来 将这群投铁的狼面们拉扯到二队坚守的总督府阵地上再收割 却架不住这帮家伙实在是太菜 连一辆足以对他们构成威胁的装甲单位都没有就敢冲上来 发现啃不动嘴里的硬骨头 又开始一窝蜂地往后溃逃 对方几乎都把脑袋喂到他们嘴里了 这要是不一口咬下去 他怕是得被队友埋态一个星期啊 眼看着西兰帝国顶上前线的增援部队也开始溃散 道具带师伸手按在了头盔上 在全频道中大声吼道 各大卫注意 以地图化线位置为界 所有人继续向前推进 自由开火 不用节省弹药 给我狠狠地揍他呀的 直到亲口你们的弹夹再回家 回应他的是一声声兴奋的呼喊 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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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了 灰了联盘 随着公亲命令的下达 异太太帝王蟹全地形步兵装甲 顿时甩开了蟹腿 在步兵的掩护下越过一栋栋低矮的窝棚 横冲直撞地向前推进 所有人都杀红了眼 尤其是骑在 机械 螃蟹 肚子里的智力系玩家 几乎每一个人的手上 都握着三位数的人头 飞在前面的四旋翼 无人机 为他们提供了自上而下的俯瞰视角 他们只需要朝着 有人的地方 扣动 扳机便可 20毫米穿甲燃烧弹 配合高爆弹 甚至连瞄准都不需要 只要一路往前 忙就完事了 被堵在小巷子里的帝国士兵 被打得晕头转向 他们起初还能看到夜光从哪儿飞来 到后面 干脆连人都看不见 就被暗死在了地上 第1952集 听着小队频道中的怪笑 跟在旁边的几名协同推进的玩家 纷纷向那倔着屁股的家伙 偷去羡慕的眼神 妈的 下来换我玩会儿 那智力系玩家翻了个白眼 滚蛋 你以为这玩意儿按个F就能上车的 老子好歹也是在曙光城那边 培训了几天的 几人正说话间 一枚铁拳火箭筒 忽然从近在咫尺的小巷里 钻了出来 不偏不倚地撞在了其中一只 机械腿上 或许是因为太装逼 连老天都看不下去了 那喷射的金属射流 好巧不巧地贯穿了那只机械腿的动力部件 令那螃蟹身子一矮 失去平衡地撞塌了一旁的土房子 那扛着火箭筒的帝国士兵 很快被打成了筛子 不过 那倒在废墟上的大螃蟹 却像是喝醉了似的 死活站不起来了 到底是刚从实验室里走出来的试验机 过于前卫的设计 让它充满了太多不确定因素 即便这玩意儿在测试中的表现 哪怕断了三条腿都能走 也招架不住战场上的复杂情况 看着帝国的士兵杀了过来 那前一秒还在装逼的智力系玩家 顿时慌不择口地叫出了声来 乌草 我怎么快来护架 本来都已经在帮他架枪的玩家们 听见这一骚话 嘴角都是一阵抽搐 哼 有那么一瞬间 他们忽然想测试一下 这玩意儿的装甲到底能有多硬了 另一边 总督府的北侧院墙 眼瞅着那群灰狼军士兵如潮水一般退去 坐在机枪阵地上的玩家 干脆关上了保险 一脸晦气地吐槽了一句 妈爷 这帮家伙也太不轻打了 原本听说对面有五千多人的时候 几乎所有人都以为 接下来会有一场恶战要打 却没想 这帮所谓的精锐 战斗力竟然如此拉胯 不过 看得出来这帮家伙是尽力了的 校正射击的炮弹 一直有落在总督府附近 然而没多久 就被联盟的反制炮给打了回去 他们试图用人海战术 突破总督府的机枪火力 却被集挺十毫米的机枪架得死死的 正常来讲 部下持续伤亡 战况没有半点进展 前线的指挥官心里 多少也该有点逼数 意识到打法出了问题 既然支援火力用不上 那就把火炮推到前线来 当成直接火力 或者在前线多挖些攻势 多修几个机枪阵地 哪怕是将速战速决的突袭战 打成持续消耗的拉锯战 也好过让士兵 在没有炮火掩护的情况下 硬着头皮往前冲 但他们偏不这么做 就好像急着去投胎一样 非要把这场战役 尽快打出一个结果 不只是扶着机枪的玩家 没想明白 守在总督府内的白给待居 也没想明白 这帮家伙 到底是来打仗的 还是来施肥的 另一边 金家伦港港口 临时指挥部内一片嘈杂 从前线传来的战报 就像雪花一样飘个不停 指挥频道更是一片 叽叽喳喳的吵闹 这里是总督府 敌方前线部队已经崩溃 我们是继续在这守着 还是追上去了 这里是第三百人队 我们与改来增援的 敌方单位展开交互 未发现敌方装甲单位 仅有少量反坦克武器 应该是一支千人队 也可能是两支 我们打算清空弹药再回来 妈的 我们这儿有个憨批 一台恶加特被断腿了 坐标已经更新在地图上 请求尽快派遣支援 说了多少次了 别他们乱给装备起外号 用正式编号 这里是第四百人队 我们已派出一支小队前往增援 坚持住 好饿呀 什么时候开玩呢 谁在港口啊 我们后勤处的NPC能加个菜不 敌方增援被击溃 这帮牲口 撤退跑的 比老子六条腿还快 第四百人队的弟兄们不用来了 一会儿我们找几个老乡 帮忙拖那台 泡毛的倒霉玩意儿 卧槽 你们队的力量系牲口干什么吃的 这点活还需要雇人 这里是总督府 我们的侦察小组观测到 灰狼军正在向科拉巴急事方向集结 目标位于总督府以北五公里 他们似乎打算在那重整兵力 目前还有两到三支千人队左右 虽然通讯频道中一片吵闹 但对前线战况的反馈还是比较清楚的 方长基本上已经了解了个大概 毕竟哪怕战况稍微紧急 甚至复杂了一点 这帮牲口们都不至于在指挥频道里瞎扯淡 老白看向了方长 随口说道 怎么说 是直接吃掉这两三千人 还是交给罗沃尔营地的那群菜鸟去对付 目前已经有近两万名奴隶 接受过简单的训练 至少知道如何开火 什么时候开火 以及如何占领目标和向前推进 指望他们在正面战场上 击溃训练有素的军队 无疑是做梦 但作为凑数的炮灰 在联盟的炮火支援下 收拾一群溃军还是问题不大的 至少可以让他们试一试 不过和老白不同的是 方长却没有将关注的焦点 放在退守至克拉巴吉市一带那两三千人身上 而是将目光放在了聚居地外的那一条条战壕上 你说这两三千人里会不会有西兰帝国的大人物 看着突然开口的方长 老白略微迟疑了一下 皱起眉头 为什么这么说 猜的 目不转睛地盯着展开在全系屏幕中的战略地图 方长食指和拇指捏着下巴陷入了沉思 根据沙比老兄手下侦察兵观察到的情报 驻扎在聚居地外的灰狼军已经有了新的动作 虽然不知道那个叫阿赖阳将军为什么会出这一系列的昏招 但那家伙显然已经注意到了友军的麻烦 并试图做出一些补救 一支万人队正分批次地朝着聚居地外的阵地集结 似乎是打算接前线溃败的友军回来 这时 方长信中忽然生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连惠狼军最高指挥官都戒惨的身份 你觉得可能会是什么 老白思索了片刻 用不确定的口吻说 皇亲国戚 他不是很了解西兰帝国的组织架构 毕竟这个奇怪的幸存者势力 与他们见过的任何幸存者势力都截然不同 不过既然这支所谓的帝国精锐 是西兰帝国皇帝直属的精锐 那么能让这位御林军总指挥感到紧张的 显然不太可能是太监之类的小角色 哪怕只是做做样子 他也要试着去救一下 至少得让那个人 或者说那个人背后的势力挑不出毛病来 或许阿赖阳心里 其实并不在意这位VIP的死活 但他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 意识到了方长的计划 老白惊讶地看着他 你想围点打员 我确实是这么想的 但也得看他们给不给我们这个机会 毕竟这帮家伙一直都在出乎我们的意料 我严重怀疑这次也是一样 说到这的时候 方长停顿了片刻 伸手按在了耳边 被驻扎在罗维尔营地的杀人之笔下令道 通知拉西 让他准备干活了 方长的顾虑并非没有道理 围点打员的前提是 被围困的守军还剩下一丝抵抗意志 而对于被围在克拉巴市场的近三千名帝国士兵而言 是否拥有这玩意儿显然还是个谜 不过比起单纯的俘虏一名亲王 他其实还有更大的野心 罗维尔营地 穿着外骨骼的杀人之笔 找到了正坐在弹药箱上摆弄着LD-47的拉西 开门见山说 来活了 将刚到手的新玩具搁在了一旁 拉西一个挺身从弹药箱上跳了下来 弓身汗手 听您吩咐 大人 杀人之笔也不废话 直接掏出一张平板塞到了他手上 食指点开地图以及罗列在地图旁边的作战计划 大概三千残兵撤退到了克拉巴市场 他们中用了市场的民防和一切可以利用的掩体 并用所剩的弹药和单兵反装甲武器 围绕这一带构筑了新的防线 好消息是他们驱赶了这一带的平民 我们可以放开手脚的 动用一切能动用的支援火力 至于坏消息 暂时还没看到 不过即便如此 你们仍然不可大意轻敌 我不希望一群落水狗打着打着 突然重新捡回了信心 你们需要按照我说的去做 一步一步地来 首先将这个集市围住 然后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对被围困部队施加压力 逼迫他们突围 食指点在了地图上 杀人之笔顿了顿 继续说道 我们推测他们不会直接走北面 东西两边都是不错的选择 为了减小不确定因素 我们需要你们在西边施加更大的压力 并适当地进行一些阳攻 让他们尽可能选择东边作为主要土位方向 拉西皱眉不解地看向他 为什么要放他们走 我可以替你们将他们都抓住 杀人之笔耐心地说 这涉及到了计划的第二步 我们希望在他们撤退的时候拦截他们 并将一部分逃兵驱赶到聚居地外的阵地 趁着聚居地外的万人队支援 将逃到城外的人和趴在城外的万人队一起吃掉 这办法算是围典打员的变通 驻扎在聚居地外的阿赖阳 在将一支万人队调遣到前线的壕沟里之后 就没了新的动作 似乎是打算让聚居地中的溃兵 自己组织兵力突围 而增援的部队以掩护为主 看来那位阿赖阳将军 并不打算为这次愚蠢的进攻计划 赔上更多的士兵 而这恰好也更进一步地证明了 这次进攻本身就是一次意外 就像抢滩登陆薯条岗的那支千人队一样 拉西的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一方面是惊讶于联盟兄弟们的计划本身 一方面则是惊讶于他们的胃口 那可是一整支万人队 而且还是帝国最精锐的王牌 不过他的脸上并没有露出任何的胆怯 只是短暂的私存之后 问了个无关紧要 但他本人却很好奇的问题 既然要放走他们 为什么不直接放他们从北边走 那儿不是更近吗 杀人之笔愣了一下 表情怪异地看着这个家伙 反问道 换作是你 你会直接往北边跑吗 拉西也愣了一下 为什么不呢 不管这家伙一头雾水的表情 杀人之笔抬头看了一眼天色 语速匆匆地继续说道 天快黑了 我们判断他们会选择休整一晚上 固守阵地直到第二天清晨破晓 一般来讲那是最为松懈的时刻 也是最适合突围的时候 计划就是这样 如果有新的变化我们会通知你 现在我们需要你立刻行动 眼中闪过一丝狠力 拉西伸手拿起了搁在弹药箱旁边的步枪 认真地点了点头 交给我 看着转身走向银地广播站的拉西 杀人之笔突然想起什么 又开口叫住了他 等等 拉西停下脚步回头 还有什么事情吗 杀人之笔指了指他手中的平板 上面有几个人我们要活的 还有其他人 如果有人投降 能留活口尽量留活口 记着 活人比死人之前 拉西微微汗手 遵命 克拉巴市场 这里是金嘉伦港最大的集贸市场 位于北部城区的正中央 由数百上千个铺位和摊位组成 周围环绕着一排排林次制笔 四四方方的民房 往常这些摊位上 通常会摆满五颜六色的食品 香料 纺织品 小饰品 以及拴着绳子的牲口 甚至是一些从其他地方运来的 废旧电子产品和机械钟表 不只是平民和市民 会光顾这儿选购生活用品 一些做大买卖的商人 和身着华贵服饰的小贵族们 心血来潮时也会来这逛逛 寻些稀奇的好物 或者从不懂行的人手中捡漏 毫不夸张地说 只要是西兰帝国有的东西 无论是廉价的红土 还是产自理想城的玩具 花点时间都能在这找到 往常这座集市 会从天亮一直忙碌到太阳落山 而今天也是一如既往的热闹 唯一不同的是 那熙熙攘攘的人群 从吆喝叫麦的商人们 和挑挑选选的顾客 变成了一群落荒而逃的灰狼 住手 你们干什么 这是我的房子 你们不能 疼 一名约莫三十来岁的男人 被一名士兵抓着胳膊 从门里丢了出去 和他衣冠不整的两个老婆 和六个孩子 一起被碾到了街上 从这一家的穿着和样貌看 他们的身份虽然不高 但也绝不是什么蛇属虫鸟 不过这对于一群 刚刚吃了败上的溃兵而言 却并没有什么区别 根本不替那一脸怒容的男人争辩 士兵直接抬起 PU-9冲锋枪的枪口 抵在了那男人的脑门上 大吼大叫着 这不是你的家 现在立刻离开 如果你不想自找麻烦的话 冰冷的触感 让他的心脏如坠冰枯 只感觉手脚一阵冰冷 嘴唇颤抖地说不出话 就在旁边不远的另一栋房子 一名老妇人死死地抱着 一名士兵的腿不松手 苦苦哀求 却被一脚踹进了门里 没多久 那传来一阵突突突的枪响 接着一队士兵拎着一挺机枪 跨过了堂血的门槛 男人彻底被吓蒙了 一股暖意顺着裤腿流到了地上 扫了一眼这个被吓尿了裤子的男人 迪利普甚至懒得说话 静止跨过门槛进了屋里 跟在他身后的侍卫 伸手揪住那男人的衣领 一把枪他推到了地上 并冷冷地扔下了一句话 这是为了你好 滚 那男人不敢停留 连滚带爬地站起身来 顾不得去拍身上的灰 拉着一家人匆匆地走了 第1954集 整个市场一片狼藉 灰头土脸的居民们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 便被推丧着赶出了自己的家 一群人茫然无措地挤在与克拉巴市场隔着两条街的泥巴路上 看着周围陌生的街道不知所措 有一脸惊荣的母亲四处奔走 寻找走丢的孩子 有一关楚楚的男人 犹豫地伸手敲向附近的房门 询问能否收留意外 还有人为了一块硬倒能磕掉牙的面包解开钮扣 和亲人走散的孩子 蜷缩在地上痛哭 虔诚的信徒双手合十祷告 也有人绝望地坐在地上嘟呢 我们该怎么办呀 他们要带到什么时候去 一名灰头土脸的男人低声咕弄着 难道他们一直不走 我们就在这儿一直等着吗 旁边的老头叹了一口气 满面愁容 只能等了 这一刻 所有人的命运似乎暂时地变成了一样 无论身上贴着什么形状的标签 看着那渐渐融入暮色的街道 有人摇晃着怀里的孩子轻轻哼着 有人跟着唱出了声来 有人闭着眼睛 享受那片刻的宁静和平等 在那嘈杂纷乱中支成了一首歌 他们其实还算幸运的 这的大多数士兵都是头一回吃败仗 多少还是把他们当成帝国的子民 若是再输上几场 会发生什么就难说了 撤退到克拉巴市场的魁军 总算在黄昏之前完成了防线的构筑 而此刻四面八方已经响起了枪声 他们发现包围自己的似乎并不是联盟召唤的魔鬼 而是由当地人组成的民兵部队 而这也让这些被困在市场中的狼族人士兵无比的愤怒 在他们看来 这无疑是一种背叛 所幸的是 这些民兵的战斗力并不是很强 他们虽然试着在迫击炮的掩护下发起了几次阳攻 但并没有起到什么明显的效果 于是知难而退地改成了包围 时不时地放一发冷枪 不过即便如此 也没有人敢松懈 那只横冲直撞的大螃蟹给他们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象 谁也不能保证 下一轮攻势那些螃蟹会不会跟着外面的民兵一起上 天色渐渐变暗 那绿底的双刀旗依旧没有飘荡在总督府的楼顶 不过此刻 身陷困顿的迪利普亲王已经无暇去做那不切实际的梦 扫了一眼仍在调试着电台的通讯兵 他招了招手 示意轻卫走到身边 嘱咐了一句 我饿了 给我弄些吃的 那轻卫连忙点头 招呼随行的仆人去准备食物去了 没一会儿 一碗飘着豆子的姜黄色糊糊端了上来 一同盛上来的篮子里 还放着一小碟洋葱汁 和两片撒着芝麻的饼 守在屋子里的几名轻卫都不由自主地咽了口唾沫 然而迪利普亲王却是皱起了眉头 怎么都是些豆子 将食物端上来的仆人苦着脸说 大人 他们的厨房里只有这个 迪利普眉头拧成了一根麻绳 那撒着芝麻的饼倒还凑合 有股黄油的香味 但豆子这玩意儿可是喂牲口的 根本就不是人吃的玩意儿 犹豫了半天还是没下嘴 迪利普亲王嫌弃地将食物推开 去其他房子里搜 我要吃肉 那仆人不敢吱声 一旁的轻卫连忙点头 行了个军礼 是 目送着那名轻卫离开 这时迪利普注意到 屋内其他的轻卫正吞咽唾沫 于是吩咐仆人将食物分给了他们 看着那些狼吞虎咽的轻卫 他的嘴角不禁翘起了一丝嘲笑 哼 一群不知体面的下等人 被挫败的优越感 似乎从其他地方找了回来 迪利普亲王感觉心情好了许多 正巧这时候 电台终于修好 和后方指挥部的联络 也终于恢复了通畅 喜出望外的迪利普立刻下令 让通讯兵把电话打到了后方指挥部 接着一把抢过电话 不等阿赖扬开口 便抢先一步吼道 你们他妈的在干什么 为什么我呼叫了半天的炮击 连一枚炮弹的影子都没看到 听口内一阵沙沙的电流音 没有回应 见阿赖扬被自己的气势给唬住了 迪利普深吸了一口气 语气缓和地继续说道 因为你们糟糕的支援 现在前线出了一点状况 不过问题不大 总之我需要增援 再给我五千人和十二门火炮 以及更多的反装甲武器和炸药 联盟不知从哪弄来一台铁疙瘩 妈的 我们应该找军团借几辆坦克 阿赖扬耐心地等待着解释完所有 然后平静地只回了两个字 回来 迪利普愣了一下 随即整张脸仗红 你在命令我 通讯频道中又是一阵长久的沉默 见久久没有回声 迪利普原本愈怒的心情 忽然没油地生出了一丝惶恐 直到这一刻 他才真正认清自己此刻的处境 他不是在皇宫里和陛下玩兵棋推演的沙盘游戏 而是站在真正的战场 甚至已经被敌军包围 如果这家伙丢下自己不管 迪利普的嘴唇颤抖着 等待半晌之后 终于从干涩的喉咙里挤出来一声哀求 救我 电台那头也终于有了回声 明天凌晨五点 我会尝试对克拉巴市场附近城区 发动一轮炮击 掩护你从包围圈突围 城外会有一支万人队接应你 听着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 不被联盟俘虏 活着回来的机会 认真记住了电台中的每一个字 迪利普颤抖着点头 是 阿赖扬的话还没说完 顿了顿 继续说道 另外 不排除我们的敌人 为了引诱你们离开阵地 故意放一条路给你们 然后把你们放进口袋里一网打尽 切记 动身之前先派人仰功几次 试探火力强弱 不可走最容易走的那条路 话音落下的同时 通讯也一并挂断了 迪利普亲王只感觉 后背被汗水浸透 全身脱力地坐倒在了椅子上 望着窗外渐渐沉入屋顶的最后一片霞光 他就像在凝视着即将落入黑暗的希望 眼中写满了绝望 希望能撑过今夜 希望 同一时间 远在十数公里外的指挥所 阿赖扬狠狠地将电话摔在了桌子上 随后一脸痛苦地按着眉心坐在了椅子上 周围一众军官静默无声 没有人说话 能将迪利普那个蠢才救回来 已经是最好的结局 实在不行 他死在突围的路上也不错 至少不要被联盟给俘虏了 否则敌人的手上又会增加一枚筹码 至于那剩下的近三千灰狼军勇士们 只能听天由命了 第1955集 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 一抹腐白印在了金家伦港的码头上 不过私下夜晚最后一丝宁静的 却不是清晨照在这片土地上的第一缕阳光 而是一声声震耳欲聋的炮响 开炮 灰狼军的炮兵阵地上响彻着怒吼 一枚枚一百毫米榴弹升上了天空 朝着克拉巴市场附近的城区坠落 事实证明阿赖阳将军是有两把刷子的 昨天一整天 他都在试探联盟火炮的极限射程 并在完成试探之后 将火炮分散部署在了港口炮兵阵地的有效射程之外 只不过与此相对的是 这个距离对于帝国的一百毫米榴弹炮而言 基本上也接近了射程的极限 一枚枚布朗运动弹散落在城区中 只有五分之二落在克拉巴市场的周围 甚至还有五分之一落在市场中 至于剩下的五分之二 没人知道他们会落在哪儿 这帮家伙是真不把这儿的幸存者当自己人哪 站在罗维尔营地的围墙上 杀人之笔一脸惊讶地 眺望着远处那片城区升起的滚滚浓烟 若不是曙光城不长这样 他差点都没想起来 这到底是在谁的地盘上打架 看来克拉巴市场 确实有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接回去的人 俯看着围墙下面 将门口堵得水泄不通的幸存者们 甚斗是一脸无奈地说 话说谁去和他们解释一下 碰上这种取舍火力 这破墙其实没啥用 兜聚在一起反而比较危险 说得残忍一点 一枚榴弹砸中了屋顶 虽然对这户人来说八成是死定了 但大部分破片和冲击波都能被墙壁给埋住 从最小伤亡的角度考虑 这一时候最安全的就是待在家里 而不是一窝蜂的挤在街上 尤其是罗威尔营地 好歹也算是一处战略要地 就算今天不是灰狼军的主要进攻方向 也说不好明天会发生什么 杀人之笔叹了口气 我去试试吧 虽然他感觉这么做并没有什么意义 就在灰狼军炮兵队对金家伦港北部城区发起炮击的同一时间 被困在克拉巴市场的近三千名溃军也开始了突围 抱着步枪的灰狼军士兵沿着建筑的边缘集结 以百人为单位分别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朝着克拉巴市场外围的民兵发起了猛烈的进攻 回荡在集市内外的枪声 就像放鞭炮一样砰砰响个不停 嗖嗖乱飞的子弹如横飞的咒语 木制的摊位被推倒在了街上当作射击的掩体 不一会儿就被子弹射得千疮百口 很快 一群士兵又用床单 裹起了炮弹轰开的碎砖和泥土 堆在两轮的抖车上 做成临时的掩体 一人推着装满障碍物的抖车向前冲锋 九个人在后面跟着 一边开火一边玩命地向前冲锋 时不时有人中枪倒下 但很快又有人补了上去 在求生欲的驱使下 灰狼军的士兵就像被逼到墙角的猎狗一样 爆发了惊人的战斗力 一时间竟打得数倍于他们的民兵抬不起头 看见了逃出升天的希望 躲在民房二楼的迪利普亲王 兴奋地将脑袋探出了窗户 扯开那沙哑的嗓子 朝着集市上的士兵们大吼大叫 给我冲过去 回家的路就在前面 挡在你们面前的 不过是一群凑数的炮灰 无可救药的垃圾 背叛帝国的懦夫 用你们手中的枪告诉他们 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勇者 得亏周围都是持续不断的枪声和炮火 靠在掩体边上的士兵们听不见他的吼叫 否则 难说会不会有人忍不住抬头给他一枪 在附近坐镇指挥的千夫长撒地时 倒是奏巧听见了 眉头狠狠抽动了一下 却也只能强忍着胸中的怒火 装作没有听见 他喵的 到底是谁害的他们被困在了这 就在他这骂骂咧咧的时候 前线传来了新的消息 一支百人队已经成功击穿了 伪军部署在东侧的防线 打开了撤网聚居地外的通道 听着电台中前线军官报告的好消息 千夫长深吸了一口气 回到了狄利普亲王所在的那栋民房楼下 朝着二楼的窗户大声喊道 大人 我们的士兵已经在东边打开了缺口 您快下来吧 我们掩护您撤退 狄利普亲王刚想应下来 却猛然想起 之前阿赖阳将军的告诫 连忙又把已经涌到嘴边的话给吞了回去 不 我不从那走 那是连忙的陷阱 你们忘了他们昨天的火力有多猛了吗 他们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地放我们走 这肯定是他们的阴谋 他们故意将我们从东边放出去 然后再将我们一网打击 听到这番任性的发言 撒地时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出来 有一说一 这分析确实不无道理 换他是对面的指挥官 也会考虑用为三决一的战术 但这难道不应该是开始突围之前讨论的东西吗 现在防线已经打开 所有人都看到了逃出生天的希望 结果你说不从这儿走了 开什么玩笑呢 这家伙还真把手底下的人当成沙盘里的兵棋了 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 枪忍着怒火 撒地时朝着他吼道 为了打开这条防线 我们至少丢下了五百多个兄弟 就算那儿是陷阱 现在我们也只能赌一把冲过去 这是唯一的机会 他们不可能俘虏所有人 撒地时千副长 我再说一遍 这是命令 已经突破防线的士兵继续前进 剩下的人 朝着 朝着北边突围 你要是拒绝服送命令 就等着陛下问罪吧 狄利普亲王色力内忍地吼着 苍白的脸上写满了惊慌与疯狂 说实话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在沙盘上推演棋子的时候 可没有满天乱飞的子弹和炮火 每一个错误的决策都可能让他小命不保 或许唯一比外行强一点的地方 他知道这时候无论干什么 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 那就按阿赖阳说的去做吧 输了还能把锅甩给那家伙 他现在心中无比的悔恨 当初就不该开那个口 找阿赖阳要五千人去打总督府 然而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计划从一开始就不在他预想的轨道上 而预料之外的每一个命令 都让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如果敌人能允许他按下暂停键 好好想想就好了 最好再让他看一眼手牌 萨蒂时绝望地看着站在二楼的亲王 跌跌撞撞地后退两步 嘴唇颤抖了半天 最终从通讯兵的手中夺过电话 绝望地吼道 已经突破防线的单位继续前进 秦亦各不向市城北侧防线发起进攻 不惜一切代价给我冲过去 现在做什么都没有任何意义了 为陛下献上忠诚至少能保全他的家人 事已至此 他也只能破罐子破摔了 克拉巴市场的东侧 持续不断的枪声忽然眼疾息鼓 而且停止得毫无预兆 就像被一阵清风吹灭的烛火 原本已经在包围圈上 撬开一道缺口的灰狼军残布 忽然放弃了一股作气的攻势 除去已经突围的那支百人队 还在绝望地向前 剩下的士兵却又调转枪口 杀向了市场的北边 他们就好像为了把防线撕开而去撕一样 根本不打算从已经突破的防线上冲过去 没有后继火力的支援 那支冲出包围网的百人队很快被俘虏 后脑勺被枪指着 灰头土脸地蹲在了地上 而市场东面原本已经被击穿的防线 也在一众民兵们犹犹豫豫地挪腾下 又给重新关上了 这诡异的一幕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如果不是人就站在前线 拉西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可即便是亲眼所见 当他从对讲机中听到属下传来的汇报时 整个人还是愣了一下 他们真往北走了 是的 他们集中了所有兵力 向北脱尾 妈的 这帮家伙已经疯了 嘈杂的枪声和急促的喘息 一并从对讲机的那头传了过来 可见战况有多焦灼 拉西立刻追问 你们情况怎么样 能守住吗 问题应该不大 他们虽然人数众多 但大多已经疲惫不堪 要放他们走吗 心中松了口气 拉西沉吟片刻果断下令 坚守阵地 可我不惜一切代价守住 联盟的兄弟 要帝国的走狗往东边滚 绝不能让一个人往北边走了 前线军官语气坚决地回答 是 挂断通讯 拉西接着又向身旁的属下吩咐 让那些把市场东侧防线缺口 填上的弟兄们撤了回来 他很清楚 自己手中的权利都是谁给的 更清楚 如果想要联盟一直支持自己 就必须表现出与之相匹配的价值 而想要做到这一点 完成命令 甚至是比胜利本身还要重要的事情 他渴望证明自己 就是拼尽最后一滴血 他也要把那群猎狗的脖子 从北边拧回来 他还不信了 这帮家伙真就死都不往东边走 不过 虽说主人的命令比胜利本身更重要 但要说拉西的心中一点纳闷都没有 也是不可能的 看着不远处门户大开的市场入口 他沉默了好半声 才用只有自己能听见的声音 咕弄了一句 我就说他们会往北撤吧 而与此同时 罗维尔营地的围墙上 透过四悬一无人机俯瞰着战场的杀人之笔 也是一脸懵逼的表情 他亲眼看见被困在市场内的灰狼军残部 突破了市场东侧的防线 然而不等他像在埋伏在附近多时的第三第四百人队发出拦截的信号 又眼瞅着那群灰狼们忽然放弃突围地攻向了市场的北边 这是什么操作 不科学呀 他的嘴里反复念叨着 眼中写满了无法理解 然而就在他正打算将这反常的情况报告给后方的临时指挥部 并请求下一步指示时 无人机镜头下的情况却又出现了新的转变 似乎是再也承受不住那持续的伤亡 仅剩的灰狼军士兵集结所有力量 朝着市场北侧的防线发起了最后一轮猛勾 那最后一阵密集的枪响 多少有点回光返照的绝望 而双方也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伤亡 不过 坚守在那的民兵们仍然努力地将防线维持住了 连续几次突围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仅剩的一千余灰狼终于溃不成军 在牢固的防线上散成了一盘散沙 不过即便如此 他们依旧没有选择从市场的东侧撤走 哪怕包围市场的民兵们已经在那给他们留了门 他们丢下了武器 高举双手绝望地走出了掩体 任由长官如何呼喊都止不住 甚至于 在发现呵斥无用之后 他们的长官也跟着举起双手走了出来 不只是杀人之笔陷入了沉默 就连远在临时指挥部的方长和老白 在听到前线传来的消息之后 也是一样愣在了原地 这只被他们寄予厚望的王牌 竟然就这么投了 克拉巴市场的战斗结束了 一千余灰狼军士兵全部放下了武器 双手抱头离开了掩体 他们灰头土脸 神情沮丧 身上多半带着还没结痂的伤 蒙着灰的毛子里看不见一丝光亮 如果说输给了联盟 他们心中还会好受一些 那么看着眼前这些连衣服都凑不出一件完整的民兵们 他们心中剩下的只有耻辱 这些民兵将他们从克拉巴市场的北边赶到了东面 在市场的入口站成了一长牌 远处围观的幸存者们敲进了这一幕 脸上都不约而同地写上了一丝难以置信的神色 陛下的军队居然输了 那是战无不上的灰狼 而且竟然输给了岳族人 其实也不只是岳族人 只是罗威尔营地中的奴隶以岳族人为主 这支民兵队伍自然也就以岳族人为主了 信仰虔诚的信徒两眼发直地望着克拉巴市场的方向 嘴唇喃喃自语地念叨着 托日神牛在上 这次可能真的要变天了 看着迎面走来的民兵 萨蒂石千夫长面如死灰几经挣扎 最终还是交出了手中的配枪 电台已经被缴获 就算他继续抵抗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那个赤着胳膊的男人在接过他的配枪之后 却是退掉弹架将枪丢还给了他 往东边跑 萨蒂石愣住了 是 他刚想开口问什么意思 那人二话不说朝着他靴子前面开了一枪 那蹦起的石子和灰尘把他吓了一跳 你疯了吗 萨蒂石瞪大眼睛看着他 眼神无声地询问 却竟眼前那人不像是开玩笑 只能三并两步地向后走着 接着小跑了起来 他从市场的中央一直跑到了东边 这一路上没有人阻拦他 直到他看见了挤在市场东门口的那一片 被绞了蟹的俘虏 他们到底要干什么 第1957集 萨蒂石的心中充满了惶恐 比起被俘虏的命运 显然是不确定即将发生什么更加可怕 站在市场东门口的一群灰狼们 也都傻眼地看着他 显然是没想到 被俘虏之后还能和长官团聚 一群人的困惑没有持续很久 一名扛着LD-47步枪的男人 走到了他们的面前 二话不说 枪口对着天空扣下了扳机 挤在市场门口的俘虏们 犹如惊弓之鸟 都被这一阵突兀响起的枪声吓了一跳 纷纷本能地向后退着 躲在远处看热闹的幸存者们 也都被吓了一跳 纷纷又躲回了家里 那人宁笑地看着那群俘虏 就像在戏弄一群 被吓蒙了的绵羊 做事将打空弹架的步枪对准了他们 用嘴做出突突的声音 一顿虚晃 看着一脸惊恐不断后退着的人群 他干净利落地磕掉 打空的弹架换上新的 接着咔的一声重新上膛 那动作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这次是真家伙了 根本用不着他说一句话 惊慌失措的俘虏们纷纷转过头去 背对着克拉巴市场的方向逃跑 子弹嗖嗖地从头顶飞过 奔跑着的俘虏们根本来不及多想 甚至来不及看身边的人是否倒下 只顾在那群散兵游泳们的枪声的驱赶下 朝着聚聚地外的方向仓皇地逃窜 与此同时 站在克拉巴市场中央的拉西 通过挂在耳朵上的耳脉 联系上了远在港口临时指挥部的方长 按您的吩咐 那些俘虏正穿过东门 向聚居地外方向逃窜 我分出了一支百人队跟着他们 通讯频道中很快传来回声 收到 看得漂亮 我需要你带着剩下的所有人 前往聚居地的北部待命 我们的部队会在那支援你们进攻 虽然计划出现了一丝偏差 但也不是没有补救的办法 没收了那些俘虏的武器 让他们继续跑就是了 大不了等他们跑回阵地上再抓一次 拉西干净利落地说 是 虽然情报中显示 那有一整支万人队严阵以待 但他心中没有半点害怕或者胆怯 已经经历过的两场战役 他很清楚战无不胜的是谁 不是灰狼军也不是他自己 而是站在他身后的铁人们 只要那些铁人还站在他的身后 那便没什么可恐惧的 通讯结束之后 他立刻呼叫手下的一众签伏长 命人带上各自的麾下 按计划朝着聚居地的北部前进 联盟提供给他们的 不只是各类轻武器以及弹药 还包括下发到十人队的通讯设备 也正是因此 虽然他们这群临时拼凑起来的散兵游泳 在战斗经验上还很生疏 但各级指挥之间的交流障碍 基本上已经打通 信息化率 甚至比无线电仅下发到百人队的灰狼军还要高尚一点 即便有时候命令下达的不够清楚 也不过是多喊两嗓子的事情 至少不会出现百夫长找不到自己的十人队 千夫长不知道自己的百人队在哪的情况 光是这一件外挂 他们的起步就已经比很多游击队强太多了 更不要说那些从港口运来的自动武器了 就在复仇者联盟第一兵团 从克拉巴市场撤走的第一时间 移动位于市场中心偏南的三层民房 一颗脑袋正藏在二楼的窗户后面 眼睛透过窗帘缝隙紧张地向外张望 瞧见那群战利市场的暴徒们正在撤离 狄利普亲王缓缓松了口气 浑然不觉身后已被冷汗尽透 看来驼日神牛还是眷顾着他的 虽然他不幸地输掉了这场战役 但万幸的是 这些愚蠢的叛徒们并没有对整个市场展开搜索 而是火急火燎地去了别的地方 不止如此 那个懦弱的萨地石千夫长 也并没有将自己供出去 让他的存在得以隐瞒下来 或许他可以趁着那些人离开 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走 联盟和那些伪军们甚至都不知道自己来过 狄利普亲王小心翼翼地离开了窗边 回头正准备和房间内一众秉息凝神的 亲卫们商议此事 让而还没等他开口 便听见楼下传来一声讨好的谄媚 是的先生 就是这里啊 金家伦港北部 距离城区不到一公里的前线阵地 一座覆盖着伪装网的观察哨中 万夫长马努正举着望远镜 一脸凝重地注视着远处城区的方向 对狙狙地的炮击已经停止 为了掩护那个蠢材撤退 他们已经浪费了近五百发宝贵的炮弹 然而那片寂静的城区 却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他甚至连半个人影都没看到 站在旁边的副官一脸紧张地看着他 迪利浦亲王不会出事了吧 马努冷冷一笑 莫不作声 如果真是这样倒也好了 相比之下 他更心疼那五千多个铜族的手足 他们都是勇敢的小伙子 就算要死 也应该死在有意义的事情上 希望他们能多跑出来些 就在这时 清晨的博物中忽然出现了一道道人影 他们狼狈不堪地向前跑着 身后似乎还有枪声在追赶 马努瞳孔一缩 下意识地往前凑近了些 食指快速调动望远镜的倍率 好看得更远 是我们的人 他的脸上浮起一丝惊喜 但很快又警觉了起来 不对 有问题 突围出来的人太多了 脑海中快速地闪过了上百种可能 然而不管是哪一种可能 他都无法想象 联盟仅靠着不到一千人的兵力 朝着他们的阵地发动反攻 那也太魔幻了吧 军团提供给他们的铁拳火箭筒 可是连动力装甲都能穿透 配合一些藏在阵地上的野战炮 和放平的一百毫米榴弹炮 以及机枪火力 哪怕是面对装甲部队的进攻 他都有信心将其拦住 不过即便心中一万个不相信 他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 抓起哥在一旁电台上的对讲机吼道 哥不注意 准备战斗 呼唤战斗的吼声在一步步电台中回荡 四尔的警报铃声 也在数十公里宽的阵地上拉响 战斗命令从千人队下发到了百人队 躲藏在防炮洞中的士兵们 十人一组冲进了战壕 那一颗颗扣着钢盔的脑袋 就像是埋在土坑里的地雷一样 旁边藏着一根根明晃晃的刺刀 然而问题也在这里 战壕挖得太深了 而且深的不仅仅是某一段 而是整个十数公里宽的战线上 靠近前线的每一处 只有几处被火炮炸出的斜坡 能构造外面 但即便如此也很勉强 之前这些战壕仅仅是作为限制火炮伤害的掩体使用 根本没人想过 联盟的人有可能会从金家伦港里打出来 也正是因此 根本没人在意这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 甚至对这条白嫖来的战壕相当的满意 而现在几乎整条战线上的帝国士兵 都面临着一个尴尬的问题 哪怕跳起来 他们都看不到战壕外面的人 更别说端着步枪瞄准目标开火了 倒是那些机枪野战炮没有受到影响 他们的掩体大多都是工兵亲自挖出来的 不过也正是因此 他们那一张张盖着伪装网的阵地 都遭到了联盟支援火力的重点照顾 几乎就在魁君逃出聚居地的同一时间 一道道破空声划过战壕内众灰狼们的头顶 震耳欲聋的轰鸣在阵地上响彻 肆虐的弹片犹如狂风暴雨 请客之间便将几处闪烁着枪艳的阵地 吞没了进去 看着前方的炮火覆盖 逃出城外的魁君们一脸绝望 而追在他们身后的民兵们 却是士气大振 他们仿佛已经看见了 在那火焰中燃烧的绝望 他们曾经恐惧的东西 原来只是如此不堪一击的玩意儿 拉西这感觉胸中仿佛一团火焰正在燃烧 就如当时他伸手接住那把 扔向人群的手枪时一样 那是野心的火焰 一战成名的机会就在眼前 他将成为新的神话 而且不只是越族人心目中的 那些铁人们甚至已经替他铺好了所有的路 而此时此刻他所要做的 仅仅只是冲上去 他将击败那号称战无不胜的灰狼 他扯开嗓门吼叫着 眼中不满兴奋的血丝 举着手中的L-47步枪 朝着前方突突突地扫射 那样子就像打了兴奋剂似的 在那吼声的号令下 近两万余胳膊上缠着白纱布的民兵 朝着金家伦岗外的阵地发起了冲锋 喊沙声汗天动地 与那喧嚣的枪声炮声混在一起 聚居地的边缘 趴在帝王蟹全地形步兵装甲中的道具戴尸 敲着远处炮火轰鸣的阵地 脸上不禁写上了一丝羡慕的表情 妈爷 咱们什么时候也搞个大的 一旁的强角老六回答 想凑这么多玩家怕是有些难度 道具戴尸黑黑一笑 也不一定要玩家呀 强角老六愣了一下看着他 你不要命了 俩人正闲聊的一会儿功夫 通讯频道中传来方长老哥的声音 你们还在磨蹭什么 我们的友军已经上去了 他们现在需要装甲单位的引护 赶紧行动 两人闻言顿时神色一速 齐声说 是 是 就在临时指挥部作战命令下达的同一时间 分散在聚居地北侧的联盟部队也发动了进攻 五支帝王蟹装甲 马力全开地朝着灰狼军的阵地急驰 一边向前行进一边开火 两艇二十毫米机炮怒吼出一道道粗长的夜光 机枪和野战炮阵地被挨个点名 每一次开火都是一阵腥风血雨 不只是帝王蟹 跟随帝王蟹一同推进的联盟士兵们也是一样 无论是机动性火力还是防护力 都比用着军团淘汰装备的灰狼军强了不止一个数量级 至于士兵本身就更不用说了 站在这的每一个人都是二次以上的觉醒者 被埋在战壕里的灰狼们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几方的火力点 在没有步兵掩护的情况下被逐一瓦解 抱在手中的步枪就像烧火棍一样 甚至无法对那冲锋的人群构成威胁 一些人费力地爬出了战壕 试着用铁拳火箭筒反击 然而近两百米的距离 显然已经超出了这玩意儿的有效射程 偶尔一两发火箭弹从战壕旁边窜出 没看打中什么东西 倒是扛着火箭筒的人受到了重点照顾 船射的枪弹将那些试图爬出掩体还击的灰狼军士兵死死地按在了地上 而持续倾斜的炮火更是将后方支援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 站在观察哨中的马努万夫长双目通红 一半是愤怒 一半是惊恐 联盟的装甲固然可怕 但也只不过舞台而已 只要能将那些冲锋的炮灰们给拦住 紧靠着联盟不到千人的兵力 根本不可能突破他的阵地 然而让他急得冒汗的是 远处阵地上的士兵就像是膝盖被锯掉了似的 一个二个都把脑袋埋在战壕里不出来 终于看不下去了 他抓起搁在电台上的对讲机 冲着正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千夫长吼道 你们的人都在干什么 那群牲口都快冲到你们的脸上了 还在战壕里缩着 给我开火 嘈杂的炮火声和枪声顺着电台一起传来 那千夫长的声音中带着一丝颤抖 长官 我的士兵们反应 不是他们不想开火 是战壕太深 他们根本看不到外面 听到这句话 马努差点没一口老血喷在电台上 破口大骂 你他妈的怎么不早说 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来不及了 炮声已经停歇 那些杀出城外的炮灰们追着突出重围的溃兵 已经冲到了他指挥的最前线的阵地上 双方起初爆发了激烈的交火 但随着几枚手榴弹在战壕中爆炸 那些连头都探不出来的灰狼军士兵们 很快便放弃了无意义的挣扎 在一众炮灰们的呼喊呵斥下 将那根本派不上用场的烧火棍 从战壕里扔了出来 胜利的欢呼声在战场上响彻 可惜却是敌人的欢呼 溃败的防线犹如雪崩一般 一条条战壕就像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被视如破竹的炮灰们攻占 瞪大眼睛的马努目自欲裂 失去血色的嘴唇白得像纸 握着望远镜的手恨不得将镜头捏碎 他亲眼看见 那些帝国的骄傲们被一支支枪指着脑袋 灰头土脸的双手抱头 从战壕里成劈成劈地走出来 耻辱 简直是奇耻大辱 他的麾下正在被承剑制的俘虏 而且还是被一群刚刚组建起来的杂牌炮灰部队 自灰狼军建军以来 从未有过如此离谱之事 见大势已去再无翻盘的可能 马努绝望地闭上了双眼 这时候 他的副官急匆匆地闯进了观察哨中 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气说 大人 联盟的士兵已经冲上来了 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我们快撤吧大人 马努睁开了眼睛 那浑浊的瞳孔中再也没有了以前的意气风发 就像忽然间老了几十岁一样 你走吧 看着一脸焦急的副官 他用颤抖的声音说道 副官愣了一下 那你 不等他问出口 那位尊敬的长官已经拔出配枪对准自己的下巴 并用行动做了回答 红的白的一并糊在了那盖住观察哨的伪装网上 还有他过去四十年取得的荣耀 虽然打败仗不会死 被俘虏也不会 但他已经没脸继续活下去了 金家伦港聚聚地外的战斗彻底结束了 期间位于后方的灰狼军尝试发起了几次反击 甚至还出动了他们仅有的摩托化部队和改装载具 但在联盟的机械化部队面前 纳破烂连玩具都算不上 装备着动力装甲或者外骨骼的力量系玩家 甚至能够扛着三十七毫米重骑枪站姿射击 从这点意义上来讲 他们虽然没有坦克的体积和防御 但和一般的部战车也没什么差别了 骷髅兵团的齐美拉轮式部战车 炮管口径也就三十七毫米而已 弹药甚至都是同款的 在扔下了近千具尸体之后 赶去前线增援的部队又被迫狼狈地撤了回去 而战场上也由此呈现了诡异的一幕 上万人被不到一千号人撵着跑 直到永流河畔的支援火炮轰上来 后者才停止了追赶 港口的炮兵阵地朝着已经攻占的前线阵地 打了一轮烟幕 掩护攻入敌军腹地的第三第四百人队 以及拉西率领的民兵部队 分批次撤回了聚居地 而迎接他们的 当然是当地幸存者们的欢呼 我去 我们到底是在曙光城打仗 还是在金嘉伦港啊 迷路萌新的脸上写着惊讶的表情 尤其是当他从一位穿着长裙的姑娘手中 接过一束花的时候 他甚至差点下意识地掏钱 住在郊区的幸存者们 大多是没衣服穿的穷人 而能有一件干净的衣服 至少也是中上层的市民了 换而言之 欢呼着他们凯旋的幸存者 不只是郊区这些收了钱的穷人们 连那些市民也都自觉地跑了过来 换作是平时 他们绝对不会随意离开自己生活的区域 除去线上的花束 还有花冠和花环 甚至是更刺激的拥抱 和突然袭击的热吻 倒是一众玩家们被弄得不好意思了 这不同阶层的人们 保守程度似乎完全不同 见那些铁人们似乎不好意思拒绝 一些热情奔放的姑娘们 行为也愈发的大胆 甚至还有趁着线花和拥抱的短暂几秒 在耳边留下住址的 倒是对那些胳膊上 缠着白纱布的民兵们 他们倒显得拘谨许多 也许是因为太熟悉 也许是因为信仰 或者一些不好的传言 他们虽然也很热情 但只是将花瓣撒向他们 对于聚居地中 幸存者们的后子薄比 走在民兵队伍中的拉西 却没有丝毫地在意 要说铁人崇拜 家道欢迎的幸存者们 没一个能和他比 毕竟他比任何人都清楚 这场胜利是怎么来的 自己的权利是谁给的 其他民兵们也是一样 反倒是一些当久了奴隶的人 对那些向他们抛来的花瓣 感到受宠若惊 他们很清楚地记得 这些人之前是有多么地 瞧不起他们 而此刻看向他们的 一双双眼睛里 分明写着的都是 畏惧和崇敬 这份精神上的愉悦 简直胜过一切的享受 不少人眼前的路 都还没走完 心中都已经开始 期待起下一场战役了 为了多享受一会儿 人们的拥顿和欢呼 也为了和部下们 更多地分享那胜利的喜悦 拉西特意下令 让部下们走得慢一些 而这对于那些 被夹在队伍中的 敬万语俘虏们来说 却无疑是延长了 折磨和煎熬 人们扔向他们的 不是花瓣 而是口水泥板 甚至尖锐的石块 他们的手脚 被一根绳子捆着 根本无法躲闪 甚至没法抬起胳膊阻挡 只能任由乱七八糟的东西 砸在脸上和胸膛上 一些人倒在了地上 带着一组九个人 一起摔得东倒西歪 然后又被压着 他们的民兵粗鲁地拽起 麻木屈辱和绝望 刻在了每一张脸上 尤其是当幸存者们的石块 和泥巴扔到他们身上的时候 他们的心中不只是愤怒 更多的是无法理解和茫然 这些人为什么要这么对他们 他们明明是奉陛下的命令 来救他们 好好的人不做 就非要去做联盟的狗吗 港口临时指挥部内 透过无人机府 看着那些迎接欢呼的 好兄弟们 大多数老玩家们 都是一脸羡慕极度恨的表情 好家伙 他们指挥调度了半天 逼都让这帮家伙装完了 早知道对面菜到这个份上 他们就穿着装备一起上了 盯着屏幕沉默许久 老白突然忍不住说 这些人 就没有一点羞耻心吗 方长言谨一概地说 他们并没有国家的概念 和废土上大多数 幸存者居居地一样 对这儿的人们来说 国欲超前的概念 何止是平等 还有很多其他东西 这个所谓的帝国 其实更像是一个 面积稍大点 人数稍微多点的 不老农庄 这里毕竟不是 现实中的任何一个 国家或者地区 用现实世界的经验 去剖析 就好比是用 西瓜是圆的 香蕉和西瓜都是水果 从而推导出 香蕉也是圆的一样 根据官网论坛的公开设定 早在进入繁荣纪元之前 这颗星球就已经消失了 传统的边界 并实现了文明范围的联合 与其说 这是一个效仿军团 推行种族主义的帝国 倒不如说 这是一个从繁荣纪元 借了部过去教材当圣经 又从威兰特人那儿 借了一点理论的神权帝国 显然这的主宰们 是一群精明的家伙 他们收藏了动物世界的原点 加以改良和包装 并诞生出了千族千神 这么一套四无相的理论 名义上 千神庇护着普罗行省 而实际上 那一根根图腾柱上 拴着的都是铁链 庇护普罗行省200年的 也根本不是什么动物世界 而是一条天然存在的山脉 和一片战争遗留的荒漠 可能还有一些 初代幸存者们留下来的 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儿 根据韩女士的研究 博日神牛并不总是众神之首 在此之前 似乎是与落霞行省神系中的 银乐女神相仿的乐神 而这也是乐族人 突然从金字塔的顶端跌落 沦为不可接触者的最直接原因 在这样的前提下 指望金家伦港的幸存者们 像曙光城的幸存者们一样 像帝皇献上忠诚 是不切实际的 他们本身就是一群 被驯服好了的绵羊 从见到拉西的第一面方长就清楚 这些人 只向看起来更强的人摇尾巴 向看起来更弱的人呲牙 更不要说 灰狼军为掩护友军撤退 而对城区发起的炮击 彻底将当地幸存者 推到了对立面 现在 那些被俘的落水狗们 又被卸掉了装备 指望当地人 对他们能有好脸色 那才叫大脚路神显灵了 第1960集 老白摇了摇头 不太想考虑 这么复杂的问题 他直入正题地说 来此天都的援军已经被击溃 三个阶段的作战计划都完成了 接下来呢 这场战争打得实在没什么意思 尤其是当他从无人机上看到 对面一个尸的人 被他们两个撵着跑的时候 在河谷行省 掠夺者都比他们能打得多 方长与其温和地说 一次意外不够 但连续三次地出乎意料 我想是足以让那位 狂妄自大的徒皇帝清醒的 如果他不想把手中的所有精锐 全都赔在一场不可能赢的赌局上的话 这一仗赢得可谓是酣畅淋漓 甚至于抽出了他的预期 除去战斗中击毙的1241人之外 足有近万人投降 灰狼军第一万人队被承建制俘虏 一些人甚至一天之内被俘虏了两次 聚居地内的克拉巴市场一次 聚居地外的阵地上又是一次 除去被俘虏的人员之外 还有留在阵地上的武器弹药以及补给 全都被复仇者联盟第一兵团的民兵们搬了回去 而搬不走的也都放火给烧了 经此一议 灰狼军已经彻底丧失了继续进攻金家伦港的能力 而那位乌陀西兰的命根子也被他们捏在了手上 至于那个叫狄利浦的亲王 反倒算是个彩头了 别到时候又出意外了 老白语气放松地调侃了一句 那些家伙从来就没按套路出牌过 方长自信地笑了笑说 不可能 看得出来那个乌陀是一切领域的外行 但唯独一个领域是他的专长 而现在这场失败对他来说 已经不再是军事和外交领域的危机 而是关乎皇室权威的政治问题 或许趁着这个机会沿着永流和逆流而上 一举打进天都都是个不错的主意 帝国说不准会因此而解体 但他不得不认真考虑管理者的那句忠告 误主动将局势升级 一旦帝国分崩离析 普罗行省变成部落混战的局面 不止军团会趁机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 一些脏东西也会趁乱进来 而如果最终无法收拾残局 联盟也会因此而失去部分中立势力的好感 这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那位皇帝可以不懂事 但他们这些管理者大人的封臣 可不能不懂 况且就算他们有打穿帝国的能力 也得考虑一下虎视眈眈的军团 正在远方进行的联合国大会 以及酝酿着世界级威胁的火炬 就在众人闲扯的话题 从整场战役的本身 转到了战后重建 以及关于要不要在这儿 办幸存者日报的时候 指挥部的电台忽然收到了一封陌生的电报 方长接过电报匆匆扫了一眼 接着便笑着将它递给了老白 瞧我说什么来着 伸手将电报拿了过来 老白还没看上面的内容 便一眼瞥见了打头的标题 差点没笑出声来 帝国致联盟停火告知书 那乌陀还真是死要面子 方长却不在意地将电报接了回来 无所谓 江华顶停火现实终点 金家龙岗及其周边地区 已经在我们的实际控制之下 至于道歉和赔偿什么的 都可以慢慢谈 反正就算谈不拢也没关系 正好方便我们扶植当地势力和重建 说吧 他看向送来电报的NPC通讯员 下达了指示 回复他们 后车一百公里是停火的底线 天都 西兰帝国皇宫 在这住了有些天 连士兵的影子都没看到 迈克伦多少也觉得有些无聊了 于是便拉着副官 在这四处转悠了起来 这位副官名叫亚伦 属文官系统 有在内政部工作的履历 军衔为千夫长 大概三年前 他被派遣到婆罗新省 经营凯旋城文官集团 在当地的利益 对这情况的了解和本地人相差无几 路过宫廷一处测店的时候 迈克伦正瞧见一群穿着 华贵服饰的年轻男女 围着一座纱盘 那纱盘约莫十来个平方 上面放着一些木头雕刻的棋子 都是一些模样张牙舞爪的虎豹 豺狼飞禽走兽 有两名手持肠杆的仆人们 推着走 迈克伦见状不由好奇 问道 这是 兵棋 兵呢 棋盘上的摆设就是兵 蛇吃鼠 鹰吃蛇 狮子大老虎 两个都怕大象 烈日下的牛群是无所不能的 黑夜里的老鼠是看不见的 见迈克伦一脸怪异 亚伦呵呵笑了笑 指点迷津说 你可别小看了这玩意儿 这其中其实体现了这 幸存者们的政治哲学和精神世界 顿了顿 他接着说 另外 一套标准的棋盘得有十二个平方 算上棋子总重六吨 不是富贵人家一般玩不起 至于设在宫廷侧垫台阶下的 考核用棋盘就更不得了了 足有三千三百个平方 总共一千枚等人高的棋子 我在这儿待了这么些年 都没琢磨透那东西的玩法 考核 主要是选拔一些军事人才 迈克伦的眉头抽动了一下 忍俊不禁地问 他们就用这玩意儿选拔将军 一部分是的 至少六吨重的棋盘 能排除掉相当一部分的穷鬼 剩下一部分呢 这就要说到我们的功劳了 亚伦眉飞色舞地继续说 我们通过银月弯的出海口 回收了一些远征军 遗落在洛霞行省的装备 只用了不到三千万地纳尔 就帮他们打造了一支 职业化的军队 而这支军队 现在是整个婆罗行省的王牌 听到远征军这个词 迈克伦的嘴角不自觉地狠狠抽搐了一下 正说话间 围在棋盘前的一众贵族子弟们 也注意到了路过的两人 纷纷停下了讨论 其中一位看起来身份不低的年轻男人 走上前来 恭敬汉首说 迈克伦先生 下午好 迈克伦打亮了这个 由头粉面的家伙两眼 你是 见这位威蓝特人与自己搭话 男人脸上顿时露出欣喜的表情 继续说道 比人是赛桑家族的次子 马尼什 早就听闻了将军的威名 不知能否与您切磋一下用兵的技巧 亚伦在迈克伦身旁低声而语 他是上一届大考的冠军 狄利普亲王的亲传弟子 你要是对他们的兵器感兴趣 让他教一下你规则是不错的 迈克伦瞧了这小伙子两眼 忽然咧嘴笑了笑 什么也没说 双手背在身后从这走了 亚伦见状 连忙跟在了他的身后 一众贵族们却并不对着 威蓝特人的无礼觉得冒犯 反而一阵欢喜 尤其那个上前讨教的小伙 他刚才对我笑了 马尼什转身向同伴炫耀着 沙盘前的一众年轻男女们 纷纷笑着送上公围 迈克伦将军肯定是在您身上 看到了一名五星万夫长的影子 马尼什爵士 您一定会成为比您的老师 更出色的将军 一位穿着翠绿色长裙 棕色卷发束成发辫的年轻姑娘 双手握在胸前 两眼放光地说 听着一众友人们的恭维 马尼什笑着抬手 假惺惺地谦虚了两声 过奖了 我和迪利普亲王还差得远呢 org导致